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非責務 今天這場主持我覺得大概是我心情最沉重 然後也是挑戰最大的 因為從六月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 或者是說反送中的抗爭議 其實我們台灣各界都有很多人在關注這個議題 也包括我 其實前前後後大概這個主題我也做過三四次的討論 譬如說今天就是覺得非常沉重 然後我也要克制我自己不要講太多話 我們今天很高興就是說 剛好也是來自中文大學的陳文山老師 還有我們友聯兄是長期的勞動人權的工作者 包括我們Luna也是長期的人權的工作者 那我們就不浪費時間 我要克制自己不要講太多話 我們先請文山老師來跟我們談談這個香港的問題 好不好 不好意思 我昨天晚上幾乎整晚沒睡 所以我其實全身浮腫 我要來之前有一個朋友告訴我說 因為1.1.1.2就是爆大發生的 就是警察在一天之內發射了2500多顆催淚彈 到學校裡面的事件 我應該要更新 現在就是近大、港大還有中大受到警察攻擊的事件 但我告訴他說我其實沒辦法更新 無力更新 因為我從昨天晚上開始就已經精疲力竭了 非常悲傷也精疲力竭了 我其實是台灣人 然後是去香港中文大學做短期進修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就是親眼看見就是香港 怎麼樣子在這個過程當中劇烈的轉變 那我不想敘述事實 因為我想你們在台灣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照片 但我想敘述對香港人怎麼樣子理解 跟看他們現在的現況 然後之後 因為有很多的人都說 他們想知道香港會怎麼ending 那個我想稍微說一下 我的看法 然後還有就是他的困難 還有ending的困難在哪裡 好 那所以我就抓緊時間很快的講一下 那就是其實10月底的時候 然後中國召開四中全會 那在這四中全會之前跟之後 香港有非常多的相關的討論 就四中全會之前就是 存在的一個獨立網媒的一個名嘴 劉細良 他就是率先講出就是 香港即將面臨的是新疆勢維穩 就劉細良現在是在連登討論區裡面 是滿受到支持的一個名嘴 那然後他之所以說 香港即將面臨新疆勢維穩 是因為就是他發現就是在五年前 戴耀廷剛提出要政府選的訴求之後 就在2014年雨傘戰中的時候 特區政府就開始配合中國的反恐政策 然後定期復興這樣觀摩 接受相關的訓練 所以從亞洲第一警隊 然後變成像現在我們所說的死黑警 他是會無差別恐攻 然後行求醜聞不斷的 那他的這個墮落的過程 其實不需要很久 只需要五年 差不多是一個總統的任期嘛 那那個有細良他這樣子講 他的證據在哪裡呢? 他是根據香港社會對於瓦岡府 土地開發案的相關討論找出來的 所以你看我們如果要抓販毒 要抓黑道洗錢 你要跟著錢走 但是如果你要抓一個政府 舞弊或者是貪污 就舞弊或者是做 就是在背後做手腳 你要跟著什麼走? 跟著政府的文件走 因為他要治理 他要知道他的命令有沒有被徹底的貫徹 他一定要需要做紀錄 那所以瓦岡府其實就是這樣子一個 透過香港的民間的一個 所謂叫做分土研究社的調查 跟著文件跟著政府的paperwork走 然後發現的 那其實是因為他們的 香港的反對運動都說 這個popo在街頭拿真人煉吧 你們會聽到回音嗎? 就是說popo popo就是警察 他們在街頭拿真人煉吧 然後那他們就苦中作樂 因為他們發現香港警察每次打的時候 就按照那個警察的警力 他應該不能夠對著頭打 但他三不五十就打到人家的眼啊 打到人家的頭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這些警察受訓不好 受的訓練不好 所以他們要去查查看警察都在哪裡煉吧的 結果當他們去查煉吧的時候 就發現原來在新屋林靶場 背後有一個中港秘密反恐計畫 然後這個計 所以這個 那個新屋林的靶場 其實就位在瓦岡府 瓦岡府 瓦岡府 瓦岡府這個地方 然後他們就發現 當時就是特區政府送立法會的提案 是說他們要成立一個警訓中心 綜合警訓中心 但是之後他開始慢慢的送 就是預算案啊 建築圖啊 然後慢慢的他們就發現說他其實 就是規劃的其實是一個像Victoria Park 就是像維園一樣大的一個巨型反恐基地 然後要這樣模擬真實的產生環境 香港建築物外牆道路網路整個模擬在那邊 加強警隊對各類型行動的能力 可是香港並沒有恐怖分子啊 香港從來也沒有被恐怖過啊 那所以這個就是這件事情被他們爆料之後 10月9號被他們爆料之後 他們就說其實林鎮特首他自在配工 那9月26號召開首次的社區對話會的時候 他說他要停用新屋嶺 其實是因為他要在旁邊蓋一個新疆嶺 然後就是要把這個新疆嶺變成超大的一個這個 這個反恐基地 然後把旁邊的新屋嶺 現在新屋嶺的居留的地方 變成美國的關達納摩島的監獄 然後那按照這個本土研究社的說法就是 到時候他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大搞特搞 就是催淚彈 石彈 水泡車 螢光粉 櫻波烤 同日萬劍齊發 然後同場還可以加埋城市模擬演習 報屋申請皇之功 那這件事情被爆料之後呢 那個政府的發言人他就直接擺爛 他就說都是傳聞全部都不是事實 那然後所以本土研究社就把所有他找到的文件 通通拍照PO在網上 然後問他哪一個文件他出事的不是事實 那然後政府的發言人就不回應了 這是在四中全會之前他們討論這件事情 四中全會之後那香港的社運團體 他們就開始在討論的 或者是學校裡面的這個學者關心社運的 就開始討論的是習日西藏今日香港 那這是一個香港中文大學的公共政策所的老師 叫做黃偉豪 那他其實就是發表了一篇文章 然後他就說其實一國兩制作為一個治理制度 他最先實施的地區並不是香港是西藏 那所以就像香港在97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根據基本法 那所以1950年中國解放西藏的時候 其實也簽訂了一個類似像基本法的東西 簡稱叫做17條協議 全稱非常的長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 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 那其中這個第三條第四條就明文保障 西藏人民有實施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 現行制度不變 達賴喇嘛的地位跟職權不變 然後可是這個中國最後就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就是使用一些計謀 讓這個用蒙古紀兵掃蕩西藏的反抗勢力 然後蒙葬族群之間對立之後 他就出來用第三者的身份辦好人 然後但是他的所謂的好人 他的好方案其實是所謂的高壓集權的統治 那他根據西藏就是昔日西藏 他怎麼推斷今日香港呢 這個黃偉豪說就是中央政法委 現在大家都是說警察已經不受林鄭特首管了 他是直接通中央政法委 中國的中央政法委其實有一個一十五鳥之計 也就是說那個他現在一十五鳥 只剩下兩鳥再臨三鳥已經到手了 哪三鳥呢 就是大量示威者被捕運動受挫 這是一鳥 然後警隊生育跟社會信任度降到新低點 二鳥 警民關係水火不容三鳥 在這種情況底下他其實就 他就要出來了 他就要出來扮演好人 那他就要用擅除的民意出來 那他擅除的民意就是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然後透過這樣子他可以讓剩下的兩鳥順利到手 其中一鳥就是後林鄭月娥政府 可以重新獲得民意支持 這一個政府清清白白的可沒有對付人民 另外一個就是順勢重組警隊 因為警隊的信任已經降到最低點 那順勢重組警隊 他就其實可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讓中國公安武警全盤接管 好 那這個就如果如果這個真的是中國政府的計謀 一時五鳥一計 那你們可以想想看這個計謀要怎麼樣破除 有破除的可能性嗎 好 那但是現在我先不要談我的想法 那我接下來要講就是 其實從這個2014台灣的太陽花完了以後 香港的雨傘革命之後 香港的學界也就已經開始 就是非常積極的在那邊想要在異中體制底下 找出香港的出路 他怎麼樣子可以跟中國好好談 然後仍然可以為香港作為某種主權實體 仍然可以在國內跟國外維持高度自治 好 那所以其實邝建民在2015年的時候 就提出有所謂的Zomia的想像 那是東南亞高地的著名 這些著名呢 他們其實是為了 他們是由不同的族群所組成的 為了要逃避國家的暴政 所以他們群聚在中國跟尼摩爾交界的高原地區 然後這個地區呢 其實橫跨了六國的疆界 但他們決定要讓他們自己成為一個 自我野蠻化的社會 好 就絕對不要成為一個國家 既不被周圍的國家同化 他也不要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他要自我野蠻化 那這個這一區的人 他們的事情被廣泛的在香港討論 其實是因為有一個人類學家 James Scott 他寫了一本書叫做不受統治的藝術 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的歷史 那所以邝建民他在2015年的時候 他就說說不定香港可以有這個Zomia模式 蘸米亞模式 那這是一種模式 那然後2016年的時候呢 有另外一個學者沈旭暉 沈旭暉他就提出了這個烏克蘭模式 范利康模式分蘭化 然後所以他講的烏克蘭是 就是那時候是屬於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烏克蘭 那但是呢 他就是也可以被允許加入聯合國 成為一個獨立會員 然後那他講的范利康模式 其實是在講這個二次大戰前的時候 末索領印賦予教宗象徵式的土地 讓范利康成為一個違型國家 違型的主權國家 那他所謂的芬蘭化 其實在講說芬蘭抵抗 這個蘇聯兩次入侵之後 他就跟蘇聯講說 你就別再打我了 你也別想吞下我 我保證我取締我國內的反蘇聯論 我保證我對你無攻擊性 我是中立國 來換取蘇聯的不在禁閉 所以你可以發現就是 這個香港的學者就是才 其實沒有不到幾年 好像差不多短短的三四年間啊 就想出了各式各樣的模式 從湛尼亞到烏克蘭 到梵蒂岡到芬蘭 然後接下來呢 他講到新疆模式 西藏模式 你會發現就是 這些模式越講越多 其實現實處境 就是突顯了其實他們的那個 現實的政治的這個主權的 高度自治的空間越來越縮緊 然後所以這個2016年的時候 當沈旭輝提出烏克蘭模式 翻力道模式分蘭化的時候 他其實他就知道 他其實就直言了 他說香港的模式 香港要實施這些模式 有個基本的困局 一個註定會發生的悲局 那就是香港沒有他的領袖 他認為沒有他的領袖 他說回歸前沒有解決 就是暗示以後20年的 要靠實力 要靠政治實力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既然有一個可操縱 政治實力的空間 那就會使得中國的中央 對香港充滿控制慾 因為他要爭未來20年 他的這個政治操作的空間 這是沈旭輝的說法 但你覺得沈旭輝說的是對的嗎 沈旭輝他也是做政治學 國際關係研究的 所以他會 你覺得他會不知道西藏有個17條嗎 他會不知道17條的第三條第四條 講到就是說 那個達賴喇嘛政治地位不變 那裡就有一個很明確寫在那裡的 就是他的政治領袖就在那裡 所以不是政治領袖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些學術濃度 非常高的思想努力 最後都是一場空 原因是因為他們其實 在某種程度上 怎麼了嗎 在某種程度上 他其實是有一個隱藏的因素 隱而未顯 但是瀰漫在這些學者的這個自理行間 其實就是胡建民老師講的中國因素 就是中國政府利用資本跟其他的手段 對他國或境外地去從事經濟投資吸納及整合 使得他在經濟上依賴中國 進而方便他執行統治的目的 而且他在這個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要透過在地協力者或政治代理人的模式 現在你看到的黑警 建制派的議員 包括要把陳同佳帶來台灣的管號名 包括宗教 都是他功能組別的一環 而且其實他已經在過去的這段時間裡面 已經在提供某些優惠給這些人了 那所以這個事實如果不被正視 再好的政治構想 就是我們跟中國好好談 泰式要用芬蘭的呢 用烏克蘭的呢 用范蒂岡的呢 用戰利亞的呢 那現在都是空的 都是空的 那都是鴕鳥策略 在我看來都是鴕鳥策略 然後所以其實在這個Rewater運動之後 最近就是有一位香港的教育大學的 香港研究學院的副總監方志恒 他說其實97年英國移交給中國的 不是一個地區 他是一個出身的政治共同體 叫做Hongkonger 他不是People of Hong Kong 他是Hongkonger 他有非常強烈的一個 那個集體的身分認同 以及有某種的自治的制度性的 這樣的一個落實 好 那他還了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給中國 距離896是才8年 8年英國就把這樣子的一個 出身的政治共同體還給中國 然後中國就在這個地方 一方面他想要推行專制極權主義 另外一方面他依賴香港 作為他的金融的進出口的一個門戶 那習近平從2012年開始 就採取了一種 我整晚都要端走 整晚都要端走 我全部都愛 整晚端去全部都要的霸凌模式 那所以他說 才導致現在香港人那種Bewater 地方不可收拾 好 好 所以方志恆是很誠實的 把這件事情講出來了 可是方志恆他也知道 他是在香港的處境底下講這件事情 所以他一方面稱香港是五國家共同體 然後他要把state跟nation去區分開來 所以他說他是a stateless nation 好 他沒有要變成state 所以中國你放心 但另外一方面他要講這個nation 他必須高度自治 所以他說他是international autonomy 他是國際自治政體 好 所以因此香港Bewater運動 就是把香港的議題國際化 然後讓世界各國成為他的金融利益持份者 stakeholder 然後讓各國為了他自己的利益 必須對香港問題表態 好 那這樣的講法有好處有壞處 這個講法就是各國是為了他自己的經濟利益 對香港問題表態 那如果不是為了他的經濟利益 那就不表態 所以他只是經濟利益只要中國政府承諾 不會受到影響 那就不表態 不管香港死多少人他都不表態 那我覺得這個方志恆的這個講法非常的奇怪 非常的奇怪 我覺得如果一個nation 他甚至可以被稱之為international autonomy 他甚至有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這種無國家共同體的 那他為什麼不能宣稱他具有某種的主權 他為什麼不能宣稱他在根據這個主權的基礎上面 某種主權的基礎上面 他至少希望他可以發展出像烏克蘭的模式 方志恆自己都說了 香港是被中國國家主權者霸凌的對象 你在被國家主權者霸凌要鬼襪旁起的情況底下 你還就是你還不堅持說你有某種的主權 然後這個主權是其他的國家除了他的經濟利益之外 也同時必須予以尊重 甚至要為其發聲的 那我覺得這就是自費武功 而且這個自費武功到最後 其實就會變成是為很多建制派想要在內部殖民 代祝先就是加一個籌碼 他們就說那既然我們是我們stayless nation 那我們應該把什麼外交啦 內政通通都交給中國去管 那我們只要就是專務經濟就好 然後就是交換一個七折八扣的社會資質 這個社會資質可以到什麼程度 我也是不知道的 那是不是有很可能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中國的深圳上海跟香港的不同 也都慢慢被取消 就越來越相同 到最後香港沒有走多遠就直接死在半路上 我其實是覺得非常的悲觀 非常的悲觀 那所以其實我 我其實是比較欣賞azomia的模式 就是邝建民他在2015年講的那個模式 你聽邝建民在2015年寫的文章 你現在就知道為什麼他現在的社會是五大胎 然後他現在為什麼做這些事情 因為邝建民在2015年的時候 他就說我們要重奪政府 學民思潮說我們要重奪政府 他政府就在那裡啊 你怎麼重奪政府 以前我們經常講的什麼 今日蓋大埔明日拆政府 你怎麼拆政府 總統府還好好在那裡 你怎麼拆政府 香港學民思潮說他要重奪政府 你如何重奪政府 邝建民那個時候想到的其實就是 他要落屈生根 他要實踐香港版中亞 那他就說當北京走向天朝主義 不斷收緊地方自治權力的時候 然後而且要建立一個全面代表 香港人的政府遙遙無期 情況令香港人有著厚重的無力感的時候 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 建立執根於社會的自治意識 可以化被動為主動 對我成未來別具意義 當他這樣講完了之後呢 他接下來他就講說 其實Zomia 其實是符合香港社會公民抗命的四大特徵的 第一個 香港是移民社會用腳投票 都反對暴政 追求民主跟自由 好 那如果你是這樣子 那你應該特別特別提防 國家極權的這個權力往下滲透到你的 一場生活當中 無處不管 那他說這是第一點 這是香港社會的特質 第二點呢 他說香港社會就是已經成為了一個命運的共同體 那所以他應該積極擁抱相當程度的 反國家民主主義 Anti-State Nationalism 那第三點他就說香港作為一個雜種 雜柔 他應該朝向這個Civic Nationalism 就是公民價值論 但也就是台灣所說的公民國族主義來取代 Ethnic Nationalism 就是種族學員論 然後來發展他的本獨主義 最後最後他說到一點 他就說你知道香港在97被歸還之後 中國政府逐年移入中國的內地人 截至目前我也是大概有150萬人到200萬人 然後還這個還不包括就是港深澳大橋通車 然後還有這個天駕高鐵通了之後 每日一日遊的 拖著一個小行李方來移日遊的的人 那他就說對於這一種有意識的 透過國家權力大量移民的政策 香港人應該採取某一種排外 跟保存本土的身分認同跟社會組織 他認為這件事情是在政治的倫理道德上 是可以獲得正成的 然後他接下來講到了 這個東西講得很好喔 先講向中亞 然後講說他符合香港的四大特質 最後他講到你可以透過群眾集資 群眾外包的方式來落實強公民社會 弱特區政府的另類治理可能 所以他那個地方講到了東華三院 講到獻祭 講到光屋的這些計畫 然後甚至他講到現在的這個 在這次反送中裡面的一個很出名的媒體 獨立媒體Hong Kong Free Press 那他其實就是想要透過某一種 什麼重奪 由下而上的運動模式重奪政府 政府未必很聰明可以治理 所以如果民間很強 我們已經形成了某種治理的想法 我們就要這樣治理 然後我們就可以主導政府的相關的政策 這就是他的想法 然後所以你會在這一次 你看到這麼多的人 在聯登討論區上面 用某種民主的方式討論 然後提出一些方案 你就會發現 在這次反送中運動裡面 就是世界最哲哲真奇的五大台做法 根本不是什麼最近天上掉下來的東西 而是他從2014的雨傘運動就已經出現 2015的時候 曠建民就把他理論化 然後大力鼓吹 然後在這一次的反送中運動當中 你就會看到螞蟻神獸裝修 火魔法師的身影 真語成熟 好 但是他可以做到多大的程度 你可以做到多大的程度 如果你的社會很團結 那你真的就可以強公民社會 弱特區政府 但現在不是 但現在不是 現在的情形是 現在的情形是 香港有一批建制派的人 或者是警察 他等於是獲得了柏拉圖理想國裡面 講到的蓋基斯指環 這柏拉圖的理想國裡面講說 這個蓋基斯有一個指環 他有一天就是到一個地方 然後莉莉亞那個地方 然後掉到一個洞裡面 然後他撿到一個指環 然後他就去 後來發現他的指環 只要向內轉的時候 他就變隱身 向外轉的時候 人家就可以看見他 換言之 他有了這個指環的時候 他可以做壞事 而不被救責 所以現在香港的情形是 就是有一票人 有一票人 他可以做壞事 而不被救責 一個新的 在我看來 一個新的階級出現了 所以剛剛我們在談話的時候 跟他說 其實香港這次警察很奇怪 他的孩子也是必須要 跟一般的孩子一起長大 然後一起讀書 一起工作 他把他 他就他弄成這樣子的時候 他的孩子要怎麼立足呢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因為他有蓋基斯基環 他的孩子會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樣 你就發現香港現在的這個死黑警 使用的這個策略就是這樣 他透過中國 他其實是 他覺得是中國政府為他撐藥 他的孩子可以搬到大灣區 甚至給他直接搬到深圳去 好 那然後 那所以其實現在的情形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 那個一時五鳥之計 黃偉豪 中文大學公共政策所的教授 黃偉豪說的 一時五鳥之計 可能真的就是這個中國的計謀 所以現在回過頭來 我想要問大家 你覺得 如果中國真的是使出了一時五鳥劑 香港的出路在哪裡 一時五鳥劑要使用分化做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 才能夠正成他直接介入的合理性跟正當性 而他需要一個分裂的香港 幫助他完成這件事情 我不是什麼政治學者 我是一個基督徒 我講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雖然我覺得這條路好難走 而且我也看不到這條路實現的現實的可能性 我覺得如果他需要一個分裂的香港 justify他的政權的合理性 你唯一的做法就是有一個團結的香港 可是現在團結幾乎無望啊 你說這個黑警 他性侵了女生 他輪暴示威者不管男女 他進行了這麼多的政治謀殺 他在街上開槍 實戰開槍對準香港的人 香港的這些反抗運動者 怎麼能夠還能夠跟他繼續生活在一起 就是一個新香港怎麼還可能存在呢 那我就必須要講就是 我覺得 這個 這也是我告訴香港的一個突破雜誌說的話 是 其實他們面對的是一個 將軍 軍人警察 他們是沒有軍人啊 但他們也有過中國的武警 現在怎麼會 Anyway就是 你想想看一個轉型的社會 軍權 不在他手上 警察 不在他手上司法 不在他手上行政單位 不在他的手上 教育機制 不在他的手上 他要如何轉型 他就得做出某一種的compromise 他必須要實現另類的正義的構想 是這種正義的構想不會帶來分裂 而會團結 他必須讓軍人或警察或行政人員 或者是這些曾經在這個過程裡面 幫助特區政府做壞事的這些人 說出真相 然後改變這個體質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告訴我香港的學生說 我才不相信林鎮政府會成立什麼特區 獨立調查委員會 就算他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我不相信他會真正弄出什麼樣的一個真實的報告 我說我相信的是香港的民間團體 我相信香港的民間團體 已經有足夠的能力跟智慧邀請國外的調查單位進入 然後來進行調查 做他們自己的獨立報告 然後要開始撤反你的警察 撤反你的香港的警察 香港的實證官員 香港的這個教育的人 要有人站出來 那但這裡涉及到一個問題 涉及到這個蓋基石指環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在我可以做壞事 都不需要負責任的情況底下 我為什麼要站出來呢 後面聽不聽到 好 我現在我是個大嗓文 在我做壞事都不需要承擔責任的情況底下 雖然你說回來吧 回來吧 中國政府說彎彎回來吧 其實不是彎彎回來吧 是香港人要對香港警察說 港港回來了 就是香港人不打香港人 但他必須 他要回答一個非常尖銳的一個倫理學的問題 對啦 你是叫我回來 你是說你可以特色我 或者給我某種減行 但我現在做壞事都不必接受懲罰 而且我可以透過這樣子階級翻身 香港的警察過去在社會裡面 是沒辦法考上大學的人 所以香港人其實是認為香港警察是什麼 不讀書又不做事 就是 是被看低的人 他現在可以接情翻身 他為什麼要回來 為什麼要回來回來 那我覺得 我覺得這裡面就涉及到 這裡面就涉及到 我真的是 我再悲觀地預言一下好了 香港的反對運動者 必須要展現出足夠的實力 讓香港的警察知道就是說 他們這樣子吹吹淚淡 就是涉到他自己都累了 他覺得和平是個好點子的時候 幾乎所有的國家到最後願意 就是站上協商的這個平台跟你協商 都是到了這種地步 都是得死很多人 抗爭很久 內部他們必須要走到這一步 外部呢 其實就是要靠民間團體 我跟你說 其他的國家在作為stakeholder 去對香港議題表態的時候 都很沒良心 基本上我覺得他們都很沒良心 所以要透過民間團體 去push他的政府 除了顧錢之外 還要顧道德立場 人道立場 在這種情況底下 再加上一點幸運 我覺得這次反送中的活動 運動 才可以有一個好的落幕 那我就想到這邊 今天沒有預料到會有這麼多人來 所以說 我們前面的搖滾區多設了幾張 那我們後面的朋友可以 來前面的搖滾區 或者是說 有一些朋友願意他坐近一點 我們也坐近一點 我們盡量就是希望大家都有位子做 所以我不要這麼辛苦大家都一直站著這樣子 大家我們就因為其實想要好好聊 是不是往前 因為那個空間這樣擠在一起很不舒服 後面的朋友 如果方便往前 請你們現在趕快往前 謝謝 感覺我搖滾 我們要更團結 我前面搖滾區還有位子 有沒有 那因為我們也在 就來 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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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那個文山老師給我們很深刻 然後也很沉重的這個分享跟緩醒 那我們接下來是不是請那個 柳蓮大哥 好 一二三 我們快一點 就是回音比較大一點 好 大家好 我是孫友妍勞政的秘書長 我覺得我今天的這一場我沒有辦法講太多 其實我覺得待會也許可以保留更多的時間 給大家來一起來交流我們彼此之間的焦慮焦躁 我為什麼說焦躁焦躁呢 我最近PO的文都跟香港有關 然後feedback是什麼 我站起來好了 feedback是什麼 以前按讚的 現在比較多的會按什麼 哭臉 OK 跟憤怒 哭臉跟憤怒加起來一定會比讚來的高 然後當然有一些就是大家真的是必須要互相取暖 給愛心的也不少 但是給讚的人真的很少 這就是我們彼此之間的焦慮 我們彼此之間的焦躁 我們彼此之間的焦躁 因為我們心系香港 那為什麼心系香港 其實剛剛事實上在開始聊天的時候 文山本來叫我講多一點馬來西亞的事情 其實我是馬來西亞人 我1992年來台灣念書 一句給你 然後 當然認識台灣的以後 就投入了勞工運動 所以我在勞政已經將近25年了 所以我每次去講說 我應該蠻有資格講說 NGO是你一輩子可以做的事情 因為你現在做其他事情 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但是重點是什麼 重點在於說 老大學大學有講過 台灣經歷過這一段 台灣經歷過這一段 你們現在做的所在 那邊有一本書叫青島東路三號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這本書 那邊有這本書 你們做的所在就是青島東路三號 青島東路三號就是以前 監禁左派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問我說台灣為什麼 我把勞工運動搞了這麼多年 他們沒有一個真正的左派政黨 不要忘記我們有一代的精英 是被處理掉的 去處理掉的 我一天在那裡討論就是 他都關在這裡的以後 然後怎麼樣 然後到那邊有一個 現在那邊有一個市集 那邊有一個車站 那個車站叫做城中車站 那獨裁者對於社會主義者 尤其是右派的獨裁者 對於社會主義者 基本上是沒有太大的容忍度 就獨裁掉 殺人是一個愛國的表現 有何不可 把你處理掉 譬如說這種匪類 處理掉是愛國的表現 因為你看 看得出來嗎 這個有叛國的嫌疑 你看 有沒有 連笑容都有叛國的樣子 處理掉 何錯之有 那對於右派的獨裁者 對於自由主義者呢 幫你關到綠島去嘛 消磨你一二十年 然後呢 你的熱情 你的人生都消磨殆盡了以後 你回來人是已非 這是獨裁者慣用的一些手法 其實台灣 我們經歷過這一段 我們更可以感同身受 現在香港人的水深火熱 難道不是嗎 雖然我沒有經歷過 我1992年來台灣 但是那一年 是台灣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年 為什麼 1990年是民國八十一年 但一天有 民國八十一年 對台灣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為什麼 農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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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1985年 1992年民國八十一年 是中華民國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 也就是國會前面改選 因為有1990年的三月選運 1991年修憲 1992年國會前面改選 你再往前推 當然大哥有提到的 我這兩天才跟我們辦公室討論說 台灣的街頭運動 有用到催淚彈 大概是什麼時候 我沒有經歷過 因為我在勞政二十五年 所以我在街頭也二十五年 我沒有經歷過催淚彈 應該是農民運動 應該是農民運動 有經歷過催淚彈 所以你要往前推 1979年美麗島事件 所以今年是美麗島事件的四十週年 非常具有這個意義 1979年美麗島事件以後 黨外雜誌編輯聯儀會 到了勞政事1980年成立 1986年解除黨禁、報禁、民進黨成立 1987年解嚴 就像怎麼過來的 那我剛剛還在想說 我在街頭上被警察打過的 應該是1996年的7月14號 記仇記那麼久 我還記得1996年7月16號 714大遊行 我在經濟部前面 那個警官就突然 也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們在看香港現在的局勢 事實上可以很悲觀也可以很樂觀 悲觀的是剛剛文莎老師講的 的確在目前我們不知道中國這個體制 它會怎麼樣來 它好像不按牌裡出牌 照理來講 你從一般的統治者的理性去看的話 它不應該出這樣的牌 但是它就出了 它就出了 而這個牌跟我剛才所描述的 戒嚴時期的台灣 或者是 我待會也會分享緬甸的故事 戒嚴時期台灣的統治者跟獨裁者的理性 似乎有一些不一樣 而整個社會的局勢 事實上是不一樣的 因為現在人手一擊 不像戒嚴時期 大家都要看檔外雜誌 對不對 所以其實那個到底 它的決策的邏輯到底是什麼 說實在的 也許待會我們可以有做更多的交流 這是我覺得今天有那麼多的年輕人來 我覺得大家雖然沒有經過台灣的那一段時間 但是至少我們享受了民主 所以我們感同稱受民主被剝奪的那種恐懼 跟不滿 我第二個要補充的是 我要分享的是六四 有人講說這是六四的翻版 這兩天臉書上面很多的中國的朋友說 包括黃丹也說六四 感覺又嗅到了六四的感覺 六四1989年在場還沒出生的請舉手 蠻多的 那是我高一 我那時候在馬來西亞 我每天都守在收音機前面聽我們的央管 央管多厲害 台灣的央管 中央廣播電台那時候對東南亞的播放 用AM 然後那個 我都會唸 自由中國之聲在中華民國台北發音 每天追著台灣的新聞 在講六四的故事 然後我們那天 我是唸華文學校 每一天都更新那個必報 局勢的發展 沒有想到我來台灣以後就認識了王丹 認識了很多那時候六四的一些朋友 事實上 台灣現在的局勢 對不起 香港現在的局面跟六四相不相 有時候看起來是過之而無不及 為什麼 因為六四是相對封閉的一個時代 現在的香港是一個 這怎麼講 香港的過去的開放 它的科技 它的那個傳播 它的那個國際上面的東方蜘蛛 金融中心的這個印象不會消失嗎 不會消失嘛 有去過香港就知道 其實我還蠻愛香港的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中國它做了一個很出乎意料的一些舉動 譬如說昨天晚上 我們今天在討論公打大學幹嘛 這在打什麼 你想不到嘛 你想不出說為什麼我要打大學 打大學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邏輯 所做的決定 也許文山待會兒可以講說 你們報大到底是什麼 什麼行程的 報名是什麼行程的 為什麼他會去打 台灣有沒有打過大學啊 有沒有 好像沒有對不對 只有1991年 1991年的獨台會事件 憲兵到清大的宿舍去抓了廖偉成他們 後來他有獨台會事件 就是那個 他因為這幾個學生跑到日本 你看著死民嘛 然後回來以後就 按照刑把一百條 刑把一百條的罪責 他就有兩個刑責嘛 是什麼 唯一實行 終身監禁嘛 對不對 1991年 那個時候的大學校長 清當大學校長 大家也知道 叫做劉兆玄 所以劉兆玄有出來開記者會說 什麼年代的 憲兵還跑到學校來抓人 開什麼玩笑 那時候有個笑話 因為都要收證 就在廖偉成的書家上面 一定要找到馬克思的書籍 結果天早都不知道找不到馬克思 只找到馬克土溫 馬克思的弟弟啊 拿回去收證 所以其實台灣 縱使是在戒嚴時期 好像也沒有攻打過學校 韓國有 光宗事件 1980年代的光宗事件 所以有時候有點悲觀 不免得有些悲觀 這個悲觀在於說 這個倒退了40年到底是怎樣 一個如此的全球化 如此開放的社會 它倒退了40年 到底是怎樣 那其實我某種程度上 我跟我的閱讀習慣 有一些可以對照的地方 我說我來台灣以後 讀了很多228的歷史 才開啟了我對屠殺這個事情的了解 所以你不是說 我這個外國人的台灣異性 是怎樣鬼要命 我怎麼變成 我這個外國人怎麼變成 台灣意識怎麼形成的 就是大量的閱讀 你讀了很多228 你覺得奇怪 為什麼我都不知道 以前台灣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然後開始去讀全世界的屠殺史 讀到我 讀到我 看到每一個事情 我都是灰色的 為什麼 文明是很脆弱的 隨時都會爆發 當然後來也都爆發了 譬如說 譬如說 當你想到 想到德國納稅的時候 你沒有想到 中國現在在新疆幹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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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德國納粹二戰時期幹的事情 所以那本有一本書叫做 《躁動的新疆不安的維吾爾》 這個文明到底是什麼 因為一個泱泱大國 文明大國 然後他在新疆 他在剛剛講的那個西藏 所做的事情 是你覺得說 這是一個文明嗎 《夜》 我突然間想到 我讀過了很多書 《夜》 有一本書叫《夜》 就在講那時候的 納粹時期的 我相信現在的新疆人 大概讀完這本書 大概可以感受到 到底什麼是邪惡 平凡的邪惡 香港的警察算不算平凡的邪惡 漢阿爾蘭 不過我們現在有奉公守法的 奉公守法的縣市長 知道是誰 所以 《夜》裡面有一句話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每一次 有時候演講 我都會 學生快睡著的時候 我就把它挑出來講一下 我讀過的書 裡面有一句話講說 在集中營裡面 最人性的一句話 最人道的一句話是什麼 是晚安 因為你可能等不到明天的早安 所以你要珍惜這個晚安 我每次講到這句話 我就覺得 整個心裡面非常非常的難過 我相信現在新疆的 新疆集中營裡面的 所謂的 Reallocation Center裡面的 維吾爾族 大概可以感受到這樣的一種氣氛 那我長期以來 我也關注西藏的議題 我每一年大概都上議題 西藏抗暴遊行的指揮 我都會在宣傳車上面 大概十幾年來 大概都一樣 所以最近我當然也在分享說 我在這十幾年來的 西藏遊行裡面 我們都會喊口號 Tibet belongs to Tibetan 這個西藏是西藏人的 有一句 Stop curing in Tibet 現在我們要喊什麼 Stop curing in Hong Kong 請停止在香港的屠殺殺戮 我每一年喊Stop curing in Tibet 那個其實心是很揪的 現在還在殺 然後我們的 某位智商很高的市長說 這個智粉是一種潮流 智商蠻高的 我是蠻不齒這樣的人的 然後我想說 Free Tibet, Free Hong Kong 我今天有想到一句 事實上 我們在宣傳的時候 有很多 中國軍隊滾出西藏 現在要喊 中國軍隊滾出哪裡 滾出香港 那個是戰爭 昨天的那個畫面是戰爭 它不是鎮壓 它不是震爆 它是戰爭 然後那個戰爭的形態 是詭異的 那個戰爭的形態是不對稱的 完全是不對稱的 那當然 這個結果 我想 也許某一天 可能我們可以在香港 也可以來談所謂的轉型正義 講這一段的轉型正義 怎麼樣來做 但是當下是悲觀的 當下是悲觀的 我要分享我每次都會講的一個故事 有一個達賴喇嘛的親信 他被關在中國的水牢裡面 水牢 受虐 虐待 然後後來逃出來 逃到印度 當西方的媒體問他一句話說 你有沒有曾經害怕 面對中國的暴政 面對中國的欺凌 把你人格的完全的抹煞 香港現在在做就是這樣子 報警 要做的就是 我就是把你整個人格完全的 讓你完全無法認為你是一個人 讓你受虐 強暴 失蹤 獨裁者 從以前 你去讀密魯的歷史 你去讀各國的獨裁的歷史 失蹤一直都是獨裁者 慣用的一個做法 死刑更是 死刑是獨裁者的工具 所以我極盡所能想要廢除死刑 因為當你這樣國家有機會殺人的時候 接下來 假設有一天中國接管的香港 香港沒有死刑喔 所以陳同這樣看是莫名其妙 沒有一個國家會把可能死刑的人 送到有死刑的國家 引渡條款都不會這樣做的 台灣還有死刑嘛 台灣還有死刑 所以這個是一個 這是一個無法理解的 那個故事是 那個喇嘛 當西方媒體問他說 你有沒有曾經害怕過 他想了一兩分鐘 他說有 我曾經害怕過 我害怕的不是死亡 不是受滅 我害怕的是 我心中對中國人僅存的慈悲 因此而消失 我每次想要再救我 我都會想哭喔 因為其實這就是 這就是一種最卑微的 最和平的手段 最和平的手段 自焚 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對抗議 好 那我在講 我在講緬甸 後來我在台灣 成立的台灣Friable Money Network 所以其實台灣是一個很包容很自由的國家 因為我們外國人也可以在台灣搞東搞西的 那台灣Friable Money Network 其實就是一個在救援緬甸政治犯的一個工作 為什麼要救援緬甸政治犯 因為以前關在綠島的政治犯也是這樣子被救援的 台灣也是 前陣子過世的那個先童明 也是他就是被救援的 李秀蓮或者是林義雄 陳菊他們關在綠島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被救援的 所以也許你覺得沒有辦法做什麼事情 好像很遙遠的在另外一個國家做一些人權工作 好像沒有什麼作用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有用 突然間緬甸就變了 突然間翁山書記也變成另外一個人了 所以我們以前在救援緬甸書記 後來在我們的社區裡面都在每天在吵架 吵架為了翁山書記的吵架 當然我覺得我從來沒有後悔那陣子做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翁山書記必須為了他這幾年的作為 付出一些代價 付出一些他的那個 如果你沒有興趣的話 我們那時候在台灣辦了很多的影片的 這樣的一個觀賞 有一部叫做Burma VJ 你們可以到YouTube去找Burma VJ 緬甸有另外一個英文名字叫Murma 我不接受Murma這個字 因為Murma是獨裁軍政府 免人治免下的名稱 Murma 我還是堅持他叫Burma Burma VJ裡面的那些催淚彈的畫面 就是香港現在的局勢 那是什麼時候 那是大概在2008年左右 現在是2019年 大概是10年前 你們如果對緬甸的議題有興趣的話 有幾部紀錄片可以找來看 TOTAL Deny TOTAL Deny 全然否認 我們在國際社群裡面去幫他們 因為他們被TOTAL是法國的一個石油公司 為了跟緬甸軍政府合作 然後去False Devil 就是強迫勞動 後來我們的國際社群去幫他們 去在法國打官司 取了他們的工資 然後Burma VJ 或者Burma Secret War 就是緬甸密戰 這幾部你們可以找來看 那 我覺得 香港警察比緬甸軍政府 處理街頭更長暴 這是我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的文三 你在香港 對不起 我不是說廣東話 你把我丟在香港 我還是有辦法生存 我會想廣東話 但是 我在協助 或者我在參與緬甸的這個工作的時候 事實上 事實上 我們很清楚知道 獨裁軍政府 他的問題 我再講一個故事 我們在國際會議上面 獨裁軍政府 緬甸的流亡人士說 因為 緬甸的獨裁軍政府被禁運 他被國際制裁 Sanction 所以很多的武器都是中國提供的 中國為什麼免費提供軍政府武器 因為換的 伊洛瓦底江跟薩爾溫江的水壩工程 換的緬甸天然氣跟石油的提供 所以大量的武器 大量的武器是中國提供給緬甸軍政府的 他說他們的催淚彈不是催淚而已 是會幫你弄瞎的 真的 現在香港用的就是中國劣質的催淚彈 也發生了 那是2008年加沙革命 Salon Revolution 生理走上街頭的那一次 因為我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找資料來看 但是呢 好像跟我的生命 生命所感受到的是 2008年的事情 發生在緬甸的事情 更早也是如此 然後 現在發生在香港了 我的很多緬甸的朋友 大概三四十歲 還在念大學 為什麼 因為他們大一念到一半被關掉了 然後呢 就停了好幾年 要繼續念大二 然後大二又流亡出去 回來又念大三 所以他們的大學四年 分了好幾 十幾年來念完 聽說你們中大今天也關閉了 學期結束了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可以悲觀 可以樂觀地想 香港跟我 2014年 其實我跟香港的關係很密切 包括不只供應的合作 比如我剛才講過 我會講廣東話 結果你把我丟在香港 我是有辦法生存的 然後呢 2014年的七一大遊行 我們整個勞生的團隊都有過去 名義上是員工旅遊 實際上是參與遊行 所以我就站上圍園 那年是大概七一遊行裡面 最多人的一次 在還沒有發生任何的事情以前 但2014年以前最多人 大概將近八十萬人上圍園 走上街頭 然後我是代表台灣團體上圍園 用廣東話跟他們加油打氣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有這樣的一個預言 但是那次的遊行很重要 那次的遊行很重要 那次由於有一遠戰中 一遠戰中的那樣的一個行動 那事實上 從那次的大遊行 我覺得已經可以意識到香港人對於整個特區政府的不滿 包括所承諾的普選 台灣是1992年才普選 那我的國家馬來西亞呢 1951年 獨立以前就普選了 所以孟奈波就是這種殖民時代 反殖民的運動 新加坡大概也是 獨立以前就有議員的普選 那個要求普選的這個民主的需求正不正當 從我們享受民主的台灣人來講 這有什麼好說的 OK 我們總統都可以自己選的 我們總統是什麼時候可以開始自己選 1996年 好台海危機的那一年 1994年 北高兩次選舉 我非常幸運 我來台灣都參與到了 整個民主的過程我都參與到了 2014年 那次的七一大遊行以後 事實上 當年就發生小燦中 好 跟勞政也有些人員 這我就不能說了 然後 後來的每一年的七一大遊行 人數就越來越多 OK 這是一個累積的過程 台灣也是 台灣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以前 大概上街頭的機會不太高 因為你隨時會被抓走 你隨時會被判死刑 所以1979年美麗島事件是一個分水嶺 香港在往前 在往前的那個 當然七一都會有人上街頭 但是2014年的那個 最多人的那次了以後 所以每一年的七一大概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的指標性的一個遊行 全球指標性的一個活動 那到這幾年 當大家意識到像黃之鋒這一代 黃之鋒這一代的那個反洗腦運動 然後 然後 這批已經都長大了 昨天 香港的中學生 所以我們中學生不要接著 香港中學生講說 五十年我都跟你耗 未來的五十年 你要跟我玩 我就跟你奉陪到底 其實這就是一個整個世代的人 跟對中國的那樣的一個割裂 我覺得中國大概可能沒有辦法想像到 他原本以為跟台灣之前的政府 講到好好的一些政治跟經濟的整合的議程 被一場三一八的公民佔領運動打亂的整個步調 他大概也沒辦法想像說 他以為他對香港 那香港 不管剛剛文昌老師怎麼樣 除了這個分析之外 事實上香港他跟台灣最大的差別是 他隔壁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中國政府 那個 那個 阿伯 怪人 就是非常有暴力的鄰居在你旁邊 他大概如果說 如果說他想要用獨立的那樣方式的話 某種程度上他的資源 他的整個整體的環境 可能也不是有那樣的一個有利的條件 但是我覺得經過了這一兩波的 一波之後 往比較樂觀的方向你想說 我覺得 大概中國 很難再得到香港人的認同跟信任 往比較壞的方向想說 既然如此我就把你整個摧毀 有沒有可能 我打從心裡面的擔心 我打從心裡面的非常非常的害怕 那我覺得這一波 其實他們大概可能 真的要毀掉下禮拜的選舉了 下禮拜的選舉還有可能嗎 1124的選舉還有可能嗎 我覺得不可能 那不可能會有幾個發展 如果1124真的選舉 建制派輸到 輸到 會是怎麼樣 搞不好會吸納 搞不好會吸納部分的不滿喔 社會的不滿 搞不好會吸納喔 然後從議會去解決喔 從民主制度去解決喔 但是現在我覺得已經沒有回頭路了 我覺得1124沒有選舉 你覺得香港社會會怎麼樣 我沒有辦法做太多的分析 因為我還在擔心當中 會是臨下一波的爆點嗎 那看起來他就要取消1124的選舉 因為他們贏不了嘛 建制派完全贏不了嘛 民主派一定是大勝 那在這個局面之下 中國對於香港控制的不確定性會增加 那也許是他們不樂見的 好 那最後我用一分鐘的時間來講馬來西亞 前一陣子我們有個朋友叫何明修 然後去馬來西亞演講 然後就搞得雞飛狗跳的 後來那天有個中國的學者在跟我說 那是馬來西亞兩個中國的因素在作孫 一個中國的因素就是我們所了解的中國因素 就是中國極盡所能用它的經濟霸權 用它的現在的姿態去影響各國的政治經濟 OK 這個可以理解 這個中國因素 它對台灣也是如此 所以中國因素在台灣是更複雜的 包括明年的選舉一定是介入的 中國不可能不介入台灣的選舉 就要看我們台灣人有比較適合 我們有沒有意識到他在介入 但如果我們意識到他在介入 我們還乖乖的聽他的那個話 包括假新聞 包括所有的那個 要怎麼說 我還不知道 第二個中國因素是華盛 何明修在馬來西亞演講說 你們華社不要被中國情緒勒索 就是有一代人對於中國的情感性的依賴 那部分其實是很難解的 到了我們這一代 基本上 我是第三代 但我們這一代基本上沒有這個問題 也有這個問題 因為在馬來西亞 能夠看到的新聞台 中文的 當本地的新聞台之外 要嘛就是台灣的中叉 要嘛就是鳳凰 要嘛就是每一年春節都會奇怪的春晚的央視 所以他們的觀點 一定是什麼觀點 中國觀點 他們播出來的新聞 一定都是爆震的觀點 我覺得其實這對馬來西亞華社來講 我剛剛有看到 馬來西亞的邪術界也發起挺香港的活動 我覺得這是好事 因為這也是我們大概國家要處理的事情 好 那我就簡單的重量分享 我用一句話來結束 就是說 焦慮是一定在的 我也睡不好 從好幾個月前發生到現在 真的是沒有一天 覺得自己可以好好地睡覺的 但是我們能夠做什麼 其實我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也許我們在台灣 我們就可以發起很多很多聲援香港的一些行動 就好像我以前 聲援緬甸 聲援魯安達 聲援很多的國家的人權的事件一樣 那這部分 待會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可以做更多的教練 義雄 感謝 謝謝詠蓮 我剛剛本來有很多話想講 但我覺得 我還是忍住 然後我們請Luna來先跟我們分享 好不好 在文三老師跟詠蓮之後講的蠻點壓力的 不過我等一下也蠻期待聽一下愈賀的一些想法 大家好 我叫劉露娜 Luna 我在親平台工作 那我可能講話速度會很快 對 因為我覺得我太多訊息想要跟大家分享 如果太快 或者是聲音太小聲 再舉個手讓我知道 那我應該不會像那個文三老師 用那個比較大的脈絡 還有那麼多的 就是從在雨傘 然後一直到現在 大家怎麼在分析 那還有對香港的想像 然後包含有年用不同的國家 來做一個佐證 那包含早期的台灣 那我一直覺得說在思考 在看那個香港的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知識 是我們自己可能要把它補充起來的 可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 因為我們親平台 它不像是一個比較傳統的智庫 或者是一個政策研究單位 某個程度我會把我們自己形成 是一個比較行動者 那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從在六月一開始 我們做了什麼事情 那在這些事情過程中 我有什麼樣的觀察 然後我覺得哪一些東西 我也想要丟回給你們 你們有沒有思考說你們要行動 因為我今天我拿麥克風 可是我也很想問說 哪一天在一個公眾的場合 在小吃店 然後在某一個場合 你需要發言 你準備好了沒 就在場的大駕 因為本來我們看臉書 才有八個人參加 按八個人參加 所以我就跟他們說 我們大概就是排這樣一排就好了 真的 我覺得大家很好笑 就是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八個人參加 可是因為我們沒有做報名系統 然後一直到後來整個都滿了 我一方面其實情緒有點受傷害 可是一方面其實又還覺得蠻好的 受傷害是說 是不是我們開始感覺在表態這件事情 我們感覺到不安 就是說這樣回應是不是很大 就是我們開始有感覺到 表態這件事情是比較不安的 那如果是的話 我為這件事情感到難受 還是說其實我們在做很多的參加 其實不太習慣說 我要來確認說我今天要不要參加 其實有時候我自己在做工作 或在做活動 我滿需要知道的安排 所以接下來我參加什麼 我不參加什麼 那什麼東西我必須要發聲 所以我在思考說 現在很多人習慣看到訊息 他直接來 或者是說他看到了訊息 他不覺得他應該要按一個簡單的資訊 那這件事情好嗎 還是說其實大家害怕了 我把問題丟給你們 那這個為什麼會考驗就是我待會要講的事情 就是在過去這幾個月 從香港的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做了幾個主題在所謂的 所謂的你是說稱香港嗎 我覺得那個稱香港應該說我們在稱台灣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同理這件事情 其實我今天下午剛做完一個訪談 然後那個年輕人其實這幾年一直都在中國工作 然後回來台灣 他一直覺得說香港現在是台灣跟中國之間一個緩衝區 我們再說buffer zone 那個緩衝本身台灣人有感受到嗎 你們會把這個訊息真的比較平和的方式 去跟那一些對香港不了解 不過度美化中國的人 你們有沒有準備好好用什麼姿態跟談 我不知道 我一樣把問題丟給你們 因為我覺得台北是一個資源跟討論最活躍 最豐富的地方 可是我發現大家也習慣聽 聽完之後網路上罵罵文酸文 然後能不能做出行動 那接下來就是每個人不同的做法 所以我會一直對大家丟問題 好我講的有點 可是我拉回來 我們做了哪些主題 我們其實在整個稱香港的系列這件事情的發動 是因為我這幾年工作的關係 我其實我有去香港拜訪一些做NGO 非營利組織 然後再更往前的時候 我過去這幾年的 不管是我的工作或早期我在企業工作 我必須出差 我必須經過香港 所以甚至我因為出差 我必須到中國去做機核的時候 我離開中國的機場上飛機的時候 我還會一直感到不安 是飛機開始在香港降落的時候 要轉機的時候 我覺得我鬆一口氣 那我才敢用我的手機開始Surf一些網路 這是曾經我的心情 可是今天在香港 我現在應該是不會去那邊轉機 我是做了準備的 以前我還會擔心說從中國 因為我那時候去上海出差的時候 我的護照 我的台包證被看了很久 其實我肚子是感到很不安的 所有的恐懼它一直在我身上 我是可以感受到的 所以我今天在就是從一個 看那個時事本身 然後包含我 沒錯我們其實都一樣 就是我們昨天晚上也都睡不好 那這些事情是我的生活日常 可是我覺得我不應該被這樣的焦慮綁架 我想要告訴大家是 我絕對不要被這樣的焦慮跟恐懼綁架 我要有行動 那這件事情很重要是我開始在思考說 台灣人對香港了解多少 不多 所以我們開始就邀請了香港的MGO工作者 教育工作者 然後甚至包含香港中文大學 它的一個非營地中心的研究者 然後社工 就是陳明秀 那包含一些在台灣的一些讀書的香港的年輕人 然後現在已經移居到台灣的香港人 我們跟他聊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至少做過了七八場以上 然後我發現是有機會突破同溫層的 大家是有機會的 比如說那時候我們談邀請陳明秀來 陳明秀如果大家有印象 他們就是有一群人就是社工跟醫護人員 他們在第一線所謂守護海童 跟一群銀法人一樣 就是說他們知道年輕人已經做好決心 要去跟這個所謂的港警 或者是我現在都會叫港共 不是那個韓共港共 就是跟這個政權做一定的對抗 可是他中間需要一個buffer 就是他們的緩衝 而這些中年人老年人他們嘗試去控一下現場的一個氣氛 甚至他必須去安撫 雖然說他們自己現在也深受其害 那當我們在做陳明秀那一場的時候 來了很多的社工師 那些社工師他本身有的背景他就是 因為我到社工的那個社群裡面去po文 去po文 然後我會問他們說 為什麼想來 他說因為 因為他想知道一個社工人員怎麼在前線安撫情緒 他想知道 為什麼香港的社工相較於台灣 他有這麼多的政治上的一種某一種理想性 那為什麼香港的社工這麼勇敢 所以我們每一次我們在做不同的主題 我們試著去拉 那我也必須講 我也曾經被一個香港的年輕人分享 我到現在我想到他的話我都還是心裡會有一些難過 他現在不是在北部的學校 他本來在北部的學校 後來念的不是那麼快樂 所以他現在往新竹走 然後他那一身一身靜裝 大家就知道那個香港說 你靜隨就是你真的很美很漂亮 他就是一身靜裝 可是他我說的靜裝這個意思不是說是什麼漂亮不是 就是非常的有活力有朝氣 為什麼 他說他隨時已經從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到目前為止 他去回到香港回來台灣 他always是那樣的裝扮 什麼裝扮 球鞋 黑衣 可以跑 可以快走的衣服 甚至他就是說 他每天睡覺起來 他以前是一個多麼愛漂亮的女孩子 多麼fashion的人 他現在他把自己裝扮成這樣子 因為他隨時知道如果是在香港 他是要去街頭的 如果來到台灣 他已經沒有辦法用一個很自在的情緒在這邊 雖然他心吸香港 所以他的責任就是跟台灣人談 香港發生什麼事情 那這件事情的重要性是在於說 我們在會前的討論他說 他並不是要訴求香港有多可憐 他也不是說要求台灣人 在這個時候去同情香港 因為所有的很多台灣人到現在還會有那種意識說 我們為什麼要去同情香港 坦白講我不太會跟這樣的人生氣了 因為至少我知道他的水準在哪邊 可是我這個時候我有我輕蔑的心態 可是我有我自己的策略 這個香港的女孩子說 我不是在祈求台灣人 他們同情或可憐香港 我希望他們看到香港 能珍惜台灣的民主跟自由 台灣的價值 最起碼他也是在台灣 所以他對台灣有情感 所以他現在要幫助台灣人就是說 看到香港發生了什麼事情 香港能不能挺住 能不能繼續 其實往後台灣人 他也會面臨到很接近的某些挑戰 所以我剛剛有連講說 一、二、四下禮拜是香港的立法會選舉 去年的一、二、四是我們的公投 不是嗎?大家記得嗎? 快一年嗎? 那一年後大家在這段時間做了什麼事情 我打問號嗎? 你們自己回答都不用回答我 那一、二、四那個晚上 還有台灣的一、二、四去年的晚上到現在 中間我其實收到很多朋友的訊息都跟我發訊息說 Luna如果早一點知道狀況會那麼慘 我當時就不應該沉默 如果當時怎麼樣我就應該做什麼 我應該做什麼 我的心裡收到那些訊息的時候 有時候是一方面很感謝這些朋友 因為朋友跟我說他太忙了 他真的沒有機會回來投票 他甚至太忙了 他沒有機會好好去溝通 太忙了 所以看到那麼多人看中天的電視 他是沒有辦法就是好好那個 他必須要換個環境 我自己也會啊 可是所有的人都是在選後來跟我講這些事情 所以我說我就在思考 這快一年了 我自己或你們做了什麼 那這些事情裡面有沒有我們真的 有共同可以去累積一些對抗的力量 對不起我今天不是來給答案 我都是一直來丟問題 我有點兇 我看有點兇其實沒有那麼兇啊 那這個重點是什麼 這個重點就是說大家也看到了 香港也深受其害 假資訊有沒有影響到香港 有 不然藍絲跟黃絲為什麼對立那麼嚴重 另外 就是說經濟這件事情不重要嗎 重要 所以為什麼李嘉誠 或者是最近香港有一些事業有成的企業家 在挺反送中的同時 他覺得他必須要用他的方式來協助這些香港的一些日常小店 他還運作的下去 所以你如果跟我說我們在訴求香港 我們不去談他現在的狀況 或者是去找到跟台灣人可以對話的語言 我覺得那個東西台灣人無感的 會很多 我可以了解 可是我不能說他們錯 我只能說 每個人他在思考事情的價值 是會用他最能理解的方式 所以我們今天有要面對是 本來他就熟悉香港議題的 我相信在場的大家都是 可是今天走出這個左轉木澤咖啡 你們可能就是比別人多一點點知識 請你們不要用嘲諷的方式 或者是用很敵對 或者是用非常的憤怒的方式 去面對那些還有一些不知道的人 不知道的人有很多種 如果已經是非常難到底 那種我們要跟他吵架嗎 要跟他在那邊打比戰打得很痛苦 然後隔天早上還要起床嗎 這個不用 我都跟我妹妹說你不要 你不要做這種事情 你去睡 我就發現他在各個 各個 各個網站我 本村那天剛 打到兩三點 隔天還要出差 我跟他說你不要 去影響那些大概還願意談的人 有沒有機會 從今天開始到明年的1月11號 只要鎖定一個人 你不會連一個人都找不到吧 一個人 好好去談 香港發生的事情 然後你要做的功課有什麼 去把一些你要做出你自己的一個模擬 模擬書 以前我們在練習一些考題 譬如我的對象是誰 我打算要怎麼跟他對話 譬如說我今天 講的人他根本不知道脈絡這兩個字 他聽不懂 然後你一直跟他說香港的脈絡是什麼 什麼的脈絡是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我跟你講你這個對話已經沒用的啦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想說我今天走出這個地方 我要對話有哪一些人 如果你心裡已經鎖定的目標 那我鼓勵你你去設想他可能對你的所有的提問跟質疑 去練習 那我剛剛也在想說還可以做什麼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在某一些群組看到一些假資訊 我希望你也不要是用那種很像是那種 最近不是有什麼呱吉什麼歡樂無法打的那種方式 很調侃的方式去跟對方酸 我覺得如果你是收到假訊息或你的朋友在PO一些假訊息 我覺得可以比較中肯的告訴他說這個訊息有誤 你建議他應該多看一些比較不同觀點的 或者是說回去插合 這樣有沒有用 有 因為平常你可能就是不會去按讚 或者是按哭或按著笑 你就是冷冷的看過去 我的哪一個朋友是柯粉 我的哪一個朋友是韓粉 你都知道你都會盤算 你都知道你都數得出來 可是在真的是跟他提醒說 我覺得你這個觀點可能不是那麼OK 我可能覺得說你這樣的講法有失公平 你敢不敢講出那個話 去想 那因為剛剛前輩也在這邊 就是說台灣的民主 剛剛有連提到才不到30 30年完全不到 這麼短的時間的台灣 我們可以在今天講這些事情 大家可以想想看 時間不短 可是時間也不長 不是嗎 所以我覺得比較好的是 要運動嗎 要運動 因為你跑起來都要跑得比很快 好 我這個是開玩笑的 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現在在儲備一些知識 你有能力開始去思辨了 那你也開始去看一些議題了 比如說中國的一帶一路 它現在的狀況是什麼 現在全世界的人在看中國的時候 一帶一路可能是最直接的 中國現在的經濟狀況 中國它對整個周邊的影響 對台灣的影響的這些潛知識 我希望你大家還是要回去 把這些基本知識了解清楚 因為可能跟你對話的人 它對中國是有過度的美化 而你是有一個基本的知識 是可以跟它對話的 而行動的時候就是你可以願意開口 你想好好談 可是談話這件事情是要做準備的 你從來不要去想說 我天生掉下來 我們都是可以一個是一個完美的 全知全能的人 不是 我覺得通常你應該是 去把幾個不同的觀點了解清楚 去談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高中生 你的老師的見解你可能不同意 不行啊 我的分數就在他手上啊 我怎麼可以去跟他談 去笑我 我才不想要再重修 我大學的老師可能也是那個狀況 我要那個嗎 這個時候我就會告訴你 你自己判斷 台灣人有兩千三百萬人 你就不要去挑那種跟你最那個的 那最後你就說 不 其實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人 我的阿公阿嬤 我的爸爸媽媽其實是最難對話的 那這就是你的家庭的功課啊 不是我的功課啊 那是你自己要有耐心 或有某一種能力去好好去處理 甚至可能你們平常的親子關係 在這個裡面你要怎麼去讓他發揮到一個比較正面的 然後你去談 很多功課 所以我在講香港的事情的時候 我會用很多的 現在的這些提問跟提醒來跟大家談 大家的知識都夠了 真的都夠了 可是問題是你們打算做出什麼行動 然後另外我想要幫一個活動做一個宣傳 就是也不算宣傳 就是說如果11月16號大家禮拜六的下午 你們可以去搜尋一下台灣公民陣線 他們有一個就是香港縮時 他其實就是在想要讓台灣人去了解去感受同理 我覺得同理很難 因為那個身體的痛是會被記憶的 如果你只是一種戲劇本身 我一定不會把裕和打那麼慘 所以有些人會批評說 你看你們就是只是在模仿啊 不是 但是我覺得是同理 11月16號的週六下午 台灣公民陣線跟一些台灣的學生社團 還有一些戲劇工作者 他們會有一個香港縮時的一個 對香港現在處境的一個重現 如果大家時間可以過去支持他們 甚至他們會有一些集結 邀請一些台灣接獎的人 因為有些人就是來跨勞人嘛 那個發生什麼事情啊 什麼什麼 然後這個時候就有一群人 開始談說你知道香港什麼嗎 如果你們對要怎麼跟人家溝通沒有概念 你就當一個路人 當一個旁觀者去在那邊看 然後你聽聽人家怎麼跟你對話 把那個話術學起來 學起來 如果你可以用這個學習到的東西去影響一個人 我告訴你 去影響一個人告訴他回家投票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台灣守得住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我覺得這就是香港在香港在這個階段提醒台灣的很重要的某一些那麼多的事情裡面至少還可以在我們有自主選擇的時候你可以去影響的 你不要跟我說什麼人神的什麼言輕微小 人言為親你看 我連這個成語都背不住了 我最討厭人家跟我說我就是小咖 我就是人言為群 人言為親 我起不了作用 如果你都自己這樣子看你自己 你怎麼會認為你會發揮影響力 不可能啊 你從來沒有賦予你自己一個責任啊 好 因為我們是一個直接去上街 就是不只是上街頭 我們其實是在想要行動的人 所以我就會提醒大家做一個聆聽者思辨者 那行動這件事情就交給你們了 謝謝 這個我一定要說我每次跟Luna相處我都覺得那個熱血烘海 因為我常常覺得就是說 就是說好像情勢已經很危機 或者說沒有出路的時候跟他在一起就會覺得 我們還是能夠做一些事情或者是說怎麼樣的 那我相信大家也剛剛也已經很深刻的感受到這一點 然後我本來剛剛我又想起有很多話很想講 但是沒有關係我們等一下有空在說 我們現在現場很多朋友 我們先讓我們現場的朋友來 不管是你有什麼經驗想要分享 或者是說你有什麼想法 我們都自由的來談這樣子好不好 好 我們現場有沒有朋友 那個 願意跟大家談談或者是說有什麼一些觀點 我兩個問題請教兩位老師 一個問題是說我雖然去過香港旅遊 但除了海關沒有經過任何的office包括警察 但是我這個印象來自電影 除了傳統電影以外就是警察 從港英時代我們知道 所謂的香港是有自由沒有民主 那70年代或是80年代 香港好像有一本雜誌叫做黎辦的70年代 那影響到以後台灣的那個 有一本雜誌叫80年代 就是說香港當時是比台灣自由多了 那為什麼包括他們警察的 無論制服或是都行動準則 都受英國的那一種 警察的那個那個那個 教養 那他們的刑事準則 一定是按照他們的order 來辦 怎麼這個二十幾年之間 就完全變成另外一回事 對他的老百姓還是 我把他當人看 那這個是差別在哪裡 中國的因素真的那麼大半 然後 另外一個問題去問那個孫先生 去年我去那個馬來西亞儀堡 參加所謂的中國傳統師的聯誼 我記得去的時候 跟他們當地的一位華文學校的校長 在台灣發現到一個事實 他們對現在對台灣的印象是保留在國民黨時代 比如說儀堡有一個山洞裡面 完全換著國民黨時代 孫倫的那個時期的那些圖片展開 因為我是那個四年級生 所以對孫雙張還有一些 從教科書的影響 我就每一張照片給他們收 那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對台灣現在的民主政府 其實好像沒有那種感情上的臨結 是反而對待一個 對我們來講是 是劍嚴時機的國民黨政府跟他們做個連結 可是就像你講的 現在中國的瑞士律 那我的問題是說 中國這個瑞士律在全球的華人裡面 都做了非常大的影響 但是呢 這種影響也引導到美國那個 所謂的 現在政府也開始緊張 認為它可能是推倒民主社會的 一個很強的問題 但是每年中國又發展到多年在維吻上面 真的它是真的了嗎 我們同樣做一個華人的聲論 我這個問題請教你 謝謝 我們現場還沒有朋友 剛剛這位大哥提到 就是說 不瞭解香港警察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就是說為什麼那個 好像那個 其實也不用到 其實也不用把這個年限畫得太長 如果你在四月多 或者三月多的時候 你說香港警察 你那時候你可能是時空旅人 然後你要穿越回去 三四月的時候 你說這個香港警察 要變成這樣 我可以告訴大家 大概不會有人相信 對 剛剛那個陳老師 還有那個 我連大哥 其實也都點名到這個政治學者 其實我也算半個政治學者 那我也要告訴大家 就是說 這件事情就是 基本上呢 就是這個政治學也沒有辦法理解 包括說為什麼 為什麼中國政府 他現在要在香港 要用這樣子的 強度的這種 整壓 這完全的違反 就是說 以前那個 政治學裡面會跟大家講的 那種 威權政府 要再往民主 民主這體轉型的過程當中 他會遇到的一些這種 這種 這種博弈 或者說怎麼樣 可能會用這種 你在香港 你其實根本不需要用到 這麼強度這麼大的 就是說 我們已經覺得這是下線的時候 過幾天你會發現 因為我更下線的東西 又出現 就像昨天的這個 這個 這個叫什麼 魔警錫成 這種 這種狀況發生 你根本沒有必要再去 去直接 特別的 針對一所大學 來做這種強度的鎮壓 可是為什麼還是要這樣子做 這沒有辦法理解 或者是說 目前我 還是覺得很困惑這樣子 對 好 稍微補充一點 那現場還有沒有朋友要再 多 多那個 跟我們分享 或者是說談談 來 來 我可以請問一下 大家知道一個訊息 就是 目前中國的那個 軍事費用 跟維穩費用 維穩費用 已經超過軍事費用 這件事情知道的人 請舉手 大家知道維穩是什麼意思 維穩換個角度講 就是 內部的治安 用台灣 那是中國的說法 那台灣的 如果是用台灣來比喻的話 就是說 你現在的警察 你花在警察 這個武力的費用 超過你的軍費 那在正常的國家裡面 這是很難想像 他們的說法叫做維穩 對不對 就是從 幾年 其實這個 信箱應該是從20 其實當初這個 這個 更早之前 整個中國維穩的 這個 這個 這個花費 其實他就已經高過他的軍費 也就是說 換個角度來說 就是他們為了 內部的 治理的 安定 所花的費用 已經高過於 他們 這個 為了 這個 軍事的這個費用 對 謝謝 我先把這個東西丟給大家 等一下再來講 為什麼我要丟這件事情 謝謝 第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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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高高在上 到了民主時代的那個警察的那個整個 到了 我這邊來 好 1 2 好 就民主時期的警察是服務的 我以前時期的警察是怎麼樣 是 統治的 所以 所以 有一篇論文研究講說 為什麼突然間有很多警察退休 因為 他無法適應那個角色扮演 我從以前高高在上 到 我必須要跟你提供 啊 那個 台灣的公務人員也是一樣 大家都有知道的話 台灣的公務體系的文化的改變 是在阿比亞做起庭的 就是公務人員以前那個桌子都很高 你去辦公 那個台子都很高 你是要 他是坐著的 你是站著的 到了1994年 這個第一次北高選舉 然後阿比亞動算 這個代表起庭 他就改變了那個文化以後 他就跟進了 所以公務人員是服務的 他不是高高在上的 但是 威權時期的是高高在上的 那跟 我覺得香港一定是 以前有皇家警察嘛 那個高高在上的皇家警察 那種榮譽感 跟現在的 受 受 中國或受 很多所控制的 這樣的一種 我覺得還是有一些差別 那 馬來西亞的部分 事實上 馬來西亞有一代的人 都是看 台灣的 窮妖的電影長大的 我跟你們講個訊息 你們知道有一家公司叫愛奇藝嗎 愛奇藝是哪裡的公司 中國 中國的誰的 對 你不知道他錢從哪裡來 你現在去唱KTV 你所有唱完 一唱完一首歌以後 你錢都交給愛奇藝 為什麼 他大量去收購版權 他把馬來西亞所有 梁靜如 光良品 所有版權都買了 你問他買這個幹嘛 他也不知道 我就先買這 他最想買什麼 最想買台灣早期窮窯 林秦和林秦霞 秦祥林他們拍的電影 但是那個東西 版權都在中影 跟版權都在國家的手上 他買不到 所以其實 我覺得馬來西亞的那個連結 事實上 國民黨也有 共產黨也有 像馬共 馬共就是 我要講一個 今天 我的親戚前馬共的 游擊隊的 舅舅 還在我臉書上留言說 要愛國 愛哪個國 很奇怪 那個 民族認同的 事實上是在存在的 然後 有些靠國民黨的 譬如說 孫中山到過馬來西亞 去騙錢 把他都到處去募款 然後 就有一些 像旗幟會館 之類的 我所受的教育 以前所受的教育是 教我如何成為一個華人 到我們這一代去反思了以後 講說我們是華裔馬來西亞人 事實上是不一樣的 有經過辯證跟討論 但是我覺得馬來西亞都 華人社會裡面的某一些 事實上跟中國的連結還是比較大 其實我前陣子 他還在場 我就不好去點他的名字 一個高中生 我讀他的自傳 他在學國樂 對不對 他想說 反思台灣主體跟所謂的國樂之間的關係 國樂可以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 但是台灣不一定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我有認真在讀 我有認真在讀你的自傳 所以其實 我覺得這些反思是有助於我們去理解的 那馬來西亞的因素 這幾年我覺得中國對於東南亞 跟所謂的中國因素 這個事情 包括馬來西亞新的政府 我們去年終於政黨輪替了 獨立的六十一年終於政黨輪替了 馬哈迪的政府跟中國之間的對一帶一路的談判 一帶一路就是一個政治企圖 有什麼好說的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拆解 我們要怎麼去影響更多人去對抗這個不義的體質 但是我覺得 稍微有一點可以讓我想說 我覺得獨裁政權都沒有辦法撐太久 不知道政治學家可能有同樣 哪一個獨裁政權可以撐那麼久 我覺得時日不多 尤其是中國的那個 前陣子我讀了一篇文章 他說中國將會在議期的二十年內 因為脫貧 中國的脫貧跟印度的脫貧 對於全球經濟的影響其實是很大的 脫離貧窮 但是中國的反貧 因為他的資源已經被江澤民 被胡錦濤 被習近平這一流的人獵奪光了 中國的反貧也許就是整個中國改變的契機 所以我覺得我沒那麼悲觀 不過馬來西亞的問題會比較複雜一點 但是我覺得馬來西亞現在有一代的華人 他們基本上的一個中國情節 事實上還是很濃厚而且存在的 而且我覺得也不用去拆解 因為就嘗試跟他談其他的地方就好了 然後去稍微去影響他說 打人就是不對啊 政府可以這樣打人嗎 警察可以這樣打人嗎 是這樣的方式去抗鬥的話 也許可以找到一些利益 我想稍微講一下 香港的警察 他其實不是使用英國的制度 他是使用愛爾蘭的制度 英國的警察是不配槍的 是不配槍的 然後 那這個英國的警察不配槍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就是 如果英國警察配槍 暴徒一定會 這個武力一定是會禁逐的 所以英國警察如果配槍 那暴徒使用的武力會更升級 反而會使英國警察處於一個更容易受攻擊 更致命的攻擊 那所以英國警察其實是不配槍的 那但是 但是愛爾蘭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其實那個 香港的警察 他幾乎是準軍事化配備的警察 就是他的 就是香港的警察為什麼會一夕之間敗壞呢 就是很多的我香港的朋友都覺得說 香港警察敗壞的時間很快 但我剛剛已經講了 他不是一夕之間敗壞的 香港警察從97回歸之後 除非你覺得97回歸之後 這個中國政府都不做事 那否則的話你就會知道 他其實是有系統 有意在這個地方滲透的 那從管理的階層 他任用自己人 從傳出中國武警 就是進入然後換裝 那因為有很多的人 就分析香港的武警 從來沒有使用過這種防身術 就是用膝蓋跪著這個示威者 然後壓制他的脖子 所以他們說太子佔六個人死亡 傳聞說太子佔六個人死亡都是折頸 但是這一種的武術 香港警察是沒有的 所以香港警察持警棒的方式是這樣 不是黃飛鴻式的 不是黃飛鴻式的那種持警棒的方式 他們所受的訓練是不一樣的 所以有很多的人認為 中國武警早就已經滲透進來了 那事實上也是被錄到很多次 就是他們使用普通話在互相聯繫 那所以有的人認為就是說 這個裡面有一些是武警滲透啊 有一些是可能是從這個管理階層 就是中國就開始 這個中央政法委就開始在任用自己人 那所以這些人就慢慢的就覺得說 他連他不必管這些警記 那那個講到警記的部分 你也會發現就是 在香港返送中運動發生之後 就是香港警察執行勤務的一些準則 也一再的被放寬 所以從本來就是你下班回家 是不可以佩戴警棍 那可是他現在也可以佩戴警棍 那這個 所以從制度上來說 他其實是愛爾蘭的制度 準軍事化的配備 從九七歸還之後 中央政法委的介入 到中國武警可能滲透進來 到部分的警察 他其實是五年前就已經去新疆受過反恐訓練 你知道反恐訓練涉及什麼嗎 他們在新疆做了哪些事情嗎 他如果曾經涉及那一種的訓練 那他其實就很有可能會使用性暴力來鎮壓 然後他很可能會認為這些東西都不算什麼 那所以我只能夠說 就是他不是 這個現狀並不是一夕之間發生的 他有他的一個歷史背景跟脈絡在 請 比較晚進來 請問您的貴姓 我嗎 孫又蓮 孫先生 再說一次很大聲 孫又蓮 孫教授嗎 孫老師 孫老師有提出一個想法 他說新疆的事情有一點像拿粹那個時代的事情 我在國外受到的教育 到了高中畢業的時候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了解 那時候發生的事情 然後他有提出一些想法 所以真的是有一些方面 那邊那個時候發生的事情 跟新疆看得到的 是有一些相同的特色 那些特色就是用很系統化的方式來組織人 系統化 就像用工業的方法組織人 工業的方法管理人 就可以讓一般的人 受到命令的時候可以同意去做一些很可惡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的宣傳 會把一組人說成不是人 就說像老鼠一樣 用一些很難聽的話來說這些人 結果這是讓人允許對這些人沒有同理心 所以怎麼會有人原來普通的人來折磨 還是就是沉默的不說話 你的鄰居被拿走的時候 你都沒有說話 怎麼會 這種的宣傳也會導致人家這樣子 那新疆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大規模的殺人 但是我們還是一種滅祖 至少是文化滅祖 那對就是用一個很摩登化的方式來控制人 那我想在香港發生的事情 可能跟以前跟六四連跟第二次世界打仗有一些不同 在一個那種totalitarian totalitarian怎麼說 集權主義的系統 大家都會必須互相見識 那沒有高科技的時候 你的鄰居做什麼 你會受到壓力你要報告 你要讓有權利的人知道別人說了什麼 那但是現在變得是很高科技的 那監視員是造成一種非常極端的恐懼感 你只是中國政府會讓你知道他們在監視你 那你一知道這個 你就會很害怕不敢說話 而且也可能會害怕到不是不只不說話 也是說他們要你說的話 你自己不同意的話 那現在中國用了很高科技的方法 你的手機可以讓人知道你在哪裡 讓政府知道你在哪裡 你所有在中國花的錢也有被記錄 你去哪裡 你跟誰說話 你在網路上寫的什麼想法 這種資訊都會集中在一個地方 所以相關人面臨的事情 可能跟以前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可以依靠高科技的方法 這個更難對付不是嗎 所以如果是更難對付 有什麼方法可以對付 所以沒有錯 香港警察現在的做法 就是他只要逮捕了以後 他就會要求你破解你的手機密碼 所以現在他們香港的人都知道 就是說他跟任何人傳簡訊 所以像這個中文大學昨天發生的事情 那我的群組裡面很多人就會傳簡訊 就是說要教學生把所有他的 他參加Instagram 他的連登討論區 他所有跟別人的資訊通通刪除 那就是他只要 香港的法院已經發出了這個 這個同意書 同意警察是可以check你的手機跟電腦 所以像我出去遊行的時候 人家就跟我講說不要帶電腦 然後也不要就是把所有的東西 你的手機啦你的電腦都帶著 那如果你不幸被逮了 如果你不幸被逮了 你要按照香港的法律 警察不可以直接進入你的家裡 他要獲得你的同意 而且是在你陪同底的情況底下 才可以進入你家裡查看你的相關的資訊 那所以其實有很多的人就會說 你如果被逮了以後 你不要同意警察做這件事情 你叫他去申請法院的授權 那同意他進入你的家裡搜查 那通常法院未必會同意警察做這件事情 因為警察一次就逮捕很多人嘛 那你要說你要進入人家家裡搜索 到底是什麼理由 你找到哪些證據 未必那個警察真的是握有實際的證據 可以獲得法院的許可 所以那個行動者就是可以用這個法律的這個門檻 來為自己獲得某種保障 你不要同意他 你不要傻傻的 他說他要搜索你 你就說好 你不要同意他 你叫他去申請法院許可 有一個證據就是我覺得有同樣的那個 就是有一幕就是有一群女生被抓了以後 他手上有一個編號 其實那個很多的很多人都已經講說 那是就是類似像納稅集中營的那樣的一個 那種處理的方式 那我覺得香港的 比如說剛剛講科技的部分 台灣其實在指我們的台鐵還弄了一個人體辨識系統 你們知道吧 中國的華為5G是全世界很強的 為什麼 因為中國政府遠遠不覺得提供他們監督的研發的經費 所以他們的所謂的科技的發展是因為要監控而所發展出來的 所以你要的是一個我們講說smart city 就是智慧城市還是一個智慧監控城市 你們會選擇哪一科 你們會選擇哪一科 中國是一個智慧監控城市 我這樣照下去 你看那個曾昭元一年上過5次街頭 負50分 他就這樣照過去的 所有的路 包括海康的那個攝影機直接往那邊的 包括華為 為什麼他的手機裡面有案子 你所有的資訊都會傳到中國那邊去 無聲的入侵等等這些中國因素 所以其實我覺得另外一方面我們要反思 當這個事情發生在台灣的時候 你是不是無感 當台體商惡搞的時候 你是不是無感 當柯文哲在學校裡面弄了一個智慧的購買機的時候 你是不是無感 那也是監控啊 你消費了什麼東西 你買了什麼東西 大數據幫你記錄啊 大數據幫你記錄 台灣搞不好哪一天也跑出一個所謂的人臉辨識系統的 專注度的檢查 我告訴你台灣搞不好 百分之五十的爸爸媽媽都哈這句話說 我看我的小孩有沒有很專注 在上課有沒有打瞌睡 有沒有搖頭有沒有不專注 台灣的家長很可怕的 台灣家長每天還買 那個花錢買考試間叫老師捏帶兒童 派起 我兩個小孩我每天看到他們在考試 我都不知道他們在考什麼 人生都花在考試上面 好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 echo你的一個說法 我想說其實這個部分是我們要注意的 而且他無形中好像滲透在我們的那裡面 我在講一個故事 我一個朋友我為了保護他 他不得不去中國兩天 我說 我就說 你就最近都不要轉頭 反送中的訊息吧 我們還有一個黎明哲 我們有一個一天一封信給寫個黎明哲 那是我去年選舉以前想到的 然後在選舉當天堡去Face聯盟跟西里他們討論 後來我們11月26日開始發起 快滿一年了 快寫了365封信了 所以我寫第一封信 很多人來就叫我寫最後一封信 我想起來有點感傷 李明哲就是在網路上講一些 我們每天在講的事情而已 所以中國說你有罪就有罪啊 我的很多朋友來台灣以後回去就失蹤了 就消失了 就被抓了 我其實有時候也找不到他 所以有時候有些中國朋友來我想說 有時候來我這邊會有時候會有一些風險 你要考量一下 我那個朋友我就告訴他說 請你帶一支乾淨的手機去中國吧 不要帶你現在使用的手機 請你帶一支乾淨的手機去中國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會處在這個風險裡面 所以這個監控是無所不在的 當然還有spy的問題 身邊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人的問題 所以從香港的經驗反思回來 其實有一些或中國的經驗反思回來 有一些我們是 我們活在這個民主社會裡面 我們可能可以去想一下說 我們真的要這樣的東西嗎 譬如說人臉之父 我覺得搞不好台灣很多人覺得很方便 對不對 我覺得應該可以供給說 那個玉盒消費 我消費扣玉盒的錢 這樣子去供給他的系統 我覺得這樣也不錯 不過我丟一些那個東西很好 就是說 我覺得很多東西可以做的 我為什麼要講 因為曾昭元 你還記得嗎 我們開第一次的翁山蘇吉的記者會 結果來了幾台記者 一台 對不對 一台 第二年我們搞了很多人以後 很多人 越來越多人了解緬甸的處境 一樣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 了解中國的處境 救援中國的人 救援香港 跟香港人一起站在一起 然後呢 比如說 我剛才在這邊想到說 如果中國軍隊進入香港 我們能做什麼 因為我在踢足球 我已經踢足球了 我應該要寫一封信給國際組總 要求他撤銷香港的世界盃的資格 為什麼 因為一國啦 你已經一國啦 那請問一下 香港還具不具有WTO的特別地位呢 因為你是一國兩制嘛 你有特殊的香港特區的那個嘛 那我們是不是要要求WTO 也應該要撤銷香港的會籍 我覺得其實這些東西都可以做的 包括我們全世界 就是不租給房東壓力 香港的辦事處在哪裡 我應該可以給房東壓力一下 你還要租給這樣的一個暴力的國家 租你的大樓座委辦公室嗎 這我隨便說的 不過某種上我覺得 其實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可以去改變很多事情 可以改變很多事情 但我想到的就是這些 例如說我剛才講 假設中國軍隊這兩天氣氛不太對 包括解放軍的Helicounter 在中大上面盤旋 氣氛不太對 有一個評估就講說 國際社會或者是歐洲的歐美國家跟中國的默契 是只要你不要真的軍隊進去 他們都可以容忍 有此一說 有此一說 那這兩天的氣氛真的不太對 但是有點打從心裡面的擔心 那我覺得也許大家可以有所準備說 那真的發生的時候 我們怎麼辦 台灣其實跟香港的連結跟情感 或者是說一些共同性 我們如何來讓 跟香港的弟兄姊妹們一起度過這個難關 我覺得這東西其實我們可以開始在想的 我們現場還有沒有朋友要分享 老師你好 因為剛剛有提到就是關於跟警方 就是香港也要團結 然後可能對於警方那邊會需要一些溝通或什麼 因為我記得在那個反送中情況加劇之前 曾經有警方的家屬 曾經有出來說他們其實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或什麼 但到後面一直就是沒有再有警方這邊的聲音出來 那我想問的是說 因為有很多武警已經可能混入裡面了 那我們如果想要去跟警方可能就是有一點連結 就是像剛剛老師說就是打造一個團結的可能的話 那他們滲透進來的武警的那個部分 我們要怎麼去因應 因為他們也不是在香港 就是跟香港可能完全都已經沒有感情 他們只是奉命過來行事了 那這樣的話還有可能會有團結的這個可能嗎 我的疑問就是很關鍵的點是警方是在替政府來執行這些 這些比較不好的事情 所以怨恨就是集中在警方這邊 然後之前都有警方就是還有家屬過來有這個聲音出來 可是現在好像完全沒有人在管警方的他們承受的壓力或是什麼 然後如果想要講到整個在團結起來的話 就至少香港人不要打香港人的話 那在這一塊是不是就會有欠缺 就是因為他們武警也進來了 然後我們也沒辦法得知他們香港原本的警察 那這樣是不是要怎麼辦 要怎麼辦 我的疑問是這個 對 謝謝 謝謝 我不是政治學者 但是我就是憑我一點點的這個理解告訴你 就是其實除了早期有這個香港的警卷 警察的家屬出來 他是支持反送中的 那現在最近仍然有一些警察是以戴口罩的秘密的方式接受訪問的 然後最近前幾天才有一則新聞是韓國做的報導 就是說在那個韓國做的電視節目裡面說 那個就是有一個警察出面證實有性侵又打死人 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不是所有的武警不是所有的警察都是都不可改變 所以我們要相信還是有些警察是會改變的 另外我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香港警察的 香港警察的利益 絕對跟中國公安武警的利益是不一致的 是不一致的 就是我就說了 如果一石五鳥之底真的是中國的算盤 他真的是打這個算盤 那他其實最終的一個目的就是 中國也不會相信這些武警的 他也要全面的想辦法接管 那他現在之所以會讓光頭警察去參加國慶 會那個會對某一些警察就是好像施疑某些優惠 是因為他還沒有辦法全面接管 他還沒有辦法取得全面接管香港警察的決定性優勢 那他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是因為香港還沒有真正進入到動亂啊 那好所以 所以那你應該如何策反香港警察 其實我也不想講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周圍的國家 都對香港警察實施制裁 就像美國通過的那個 美國在參議院要通過的那個 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一樣 就是如果你是香港警察 然後那那個你跟你的家眷 就很難取得入境簽證 那甚至那個其他的一些經濟上面的制裁措施 如果有才行的話 那我覺得香港警察其實就會像 就會有所改變 態度上就會有所改變 最近有一些警方的高層的人士 其實就是相繼下台 那其實是受這個影響 有人在揣測是受這個影響 那所以如果香港警察 一方面受到國外的這種制裁的威脅 另外一方面他意識到就是說 他的利益跟中國公安武警的利益 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他就比較有可能在執勤的時候 我不是說他可以不出來執勤 但是我說第一個他可以泄命 第二個他可以 就是他的長官叫他往前衝的時候 他可以想辦法跌倒 或者是他的長官叫他這個舉槍射催淚彈的時候 他可以射歪 就是他可以有一些方法 是可以減少那個傷害的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有可能出現 但是至於這些中國的公安武警 他如果一直進來該怎麼辦 那我覺得現在其實林鄭月娥就發現 他需要補充他的警力 香港其實只有三萬警察 他有七百五十萬人 然後他有十二區 如果沒記錯了吧 十二區 十二區 他區區週末都出來上街 你要知道這個對警力來講 是非常大的耗損嗎 這些警察其實 就劉細良 陳在的那個獨立網媒的那個主持人 他就說警察其實 你現在看到香港警察這麼殘暴 然後而且好像失去控制 有非常強烈的那種情緒 然後罵那些示威者是嘎炸 其實應該是反映了他內心非常大的恐懼 他已經過度執勤 他已經過度執勤 非常疲倦 周周出來 他只有三萬人對七百五十萬人 然後第二個就是他其實應該也有一些人開始擔憂 就是中國武警會取代他們 那所以再加上外國又會對他們進行制裁 那所以其實他們是他們的這種兇殘的表現 其實是他們是顯示他們是非常恐懼的 那所以我覺得有這個機會這樣子做 有這個機會讓一石五鳥之機不實現 但是實際操作上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難做 然後非常就是非常考驗人性 我就在就是像我跟一個朋友講說 我昨天才去福大講 從修復式正義看催淚香港 然後那個朋友就在整個Messenger跟我講說 現在講修復式正義會不會太早 那我就說你不要認為太早喔 如果你覺得現在就必須要做一些事情去改變局勢 這個可能會是香港人的唯一的一個機會 這是我的回應 很簡單的講 我剛剛有在想那個文三老師在講的那個情境 其實然後我剛剛其實也過程中 我在滑一些手機在follow一些訊息 對不起 那我想要講的是說 其實現在大家的情緒上可能會有一點緊張 或一些緊繃 所以如果會有一些你真的會碰得到身邊的一些香港人 的確他的情緒也緊繃了 然後或者是他的狀況也疲倦了 那或許你可以先不要再跟他談太多香港的東西 除非他想跟你談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你用你的情緒 或用你的肢體擁抱支持他們 或者是為他準備一種好吃的熱的食物 因為香港人喜歡喝湯 幫他煲個湯 我會講這些是因為說 這樣子再下來 其實我們剛剛也有在閒聊是 我們目前還沒有看到鏡頭 就是說香港現在的事情是我們還看不到鏡頭 那也包含就是說也可以想像是下禮拜的香港的選舉 它也有可能是不會發生或者是等於是失效的 就是被DQ了 那中國一定是不手軟 那其實你也可以看得到香港這段時間的改變 就是說他們其實並沒有一開始就想要對準中國 再發言 或者是去立刻談到說那麼多對抗中國的言論 或抗中 請大家注意一下五個訴求裡面是沒有這一道 這一個訴求的 可是一直走到今天 大家對於中國 或者是現在中國共產黨他們 真的很會利用人性 那種仇恨 那種對立 那種疲倦 那種恐懼 它很會用 所以如果我們還有 我們還能覺得自己包有一些人的能力跟力量 就是你去做一個支持 那個支持是你得到一個正確的資訊 去跟人家談 如果你的香港的朋友認識的人 甚至是一個陌生人快崩潰了 請你拉他一把 如果在機場工作的朋友 你發現真的香港人的狀態 年輕人有點狀況 不是很OK 上前去問他還好嗎 如果他今天不管他是什麼私 我覺得一個比較 來自台灣人的一個支持或問候 都可以讓他們感受到 還有一個臨近這麼輕的國家的人民 是用一個直接的身體跟溫暖去支持他們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也在聊 我們目前也看不到 除非如果已經是烽火連天了 或者是已經是 已經走入那種最煉獄的狀況 國際才會出手 可是這個時候的香港也不會是我們想要看到的 那個時候其實已經是 應該是慘無人道的 可是我自己會想像說 在這個時候其實 香港人他還能感受來自一個人 而不是一個所謂條約 或者是一個人權法案 或者是一個經濟制裁 就是一個來自人的關心 跟人的支持 請記住 不是用同情 其實你可以想像 香港人現在的遭遇 有些人會聊說 那不就是曾經台灣在 228百色恐怖 曾經走過的歷史嗎 如果台灣的歷史曾經有那一段 那我們現在開始去認識跟了解 我覺得這是有必要的 那台灣人有一些是抗拒了解的 我覺得我們總要找到某一些方法去跟他們談 我覺得我們對他這些台灣人的仇恨 很憤怒他們 解決不了問題 可是去影響還有感受力的人 或他資訊不夠充足的人 或者是你身邊有一些親情的人 他有機會 你有機會切入 其實是有機會的 所以我覺得在很多面對很多香港的訊息 跟很多的新聞是要消化的 那個消化是說 如果你的情緒上沒有辦法消化 我會建議你先離開螢幕 先離開手機 去好好吃個飯 運動一下走一走路 睡覺一下 你自己的情緒要先獲得安撫 如果你自己都沒有辦法善待你的狀況 當你的情緒開始真的焦慮或崩潰的時候 你旁邊的人可能也會擔心你 他反而會希望你體脂關心香港 所以我覺得說現在其實有一組人 可能就是包含我自己剛剛在講 11月16號下午的那一場 其實是想要給香港人一種力量 那當天也會有很多香港人在那邊 那所以從一個旁觀 旁觀者的那一種冷漠 或者是你在做學術研究 或在做描述跟詮釋的那一種 你稍微發揮一點人應該有的某一種 力量 如果從24 就剛剛那位女士她離開了 就是說如果當初在 在納粹集中營的時候 沒有那一些願意犧牲生生命 然後願意去搶救這些猶太人 或者是包含我們現在在講 巴勒斯坦的戰區的沒有一點點 一絲絲人道的一些關懷跟力量 我覺得今天人類是沒有辦法從戰爭中一次一次 從戰爭中再重建的 不要忘記人是有一些正向的能量去面對這些仇恨跟黑暗 那中國政府坦白講她現在帶來的問題 她其實也很複雜 她自己內部的問題 包含她的豬瘟 習近平她現在權力的那個不穩 也包含現在中國內部的失業外債 然後她整個企業現在的很高度的內部的那一種不安 其實她剛剛就是謝謝玉和補充維穩 就是她不僅利用警察公安或者城管 或者我們說的這些所謂她的這些警政警制系統 這些東西包含她非常高度的設備 已經遠超過於軍事 過去中國她是拿軍事來恐嚇台灣 她現在也沒有鬆手啊 可是我想告訴大家 是中國她的整個她的經濟的她現在的配置 是失衡的 而這樣的國度她是有危險的 所以好好去跟人家談中國現在正在經歷的事情 發生的事情 甚至花一點時間去認識中國 了解她 好好談 我覺得你能很清楚的去談 你旁邊的人開始願意去聽 我覺得那個改變才會是真實的 仇恨跟對罵或者是那一種 瞧不起的那種宣洩 是無法改變原來一個反對的意見的人 請記住 如果你用這樣的態度 你想要把一個人從跟你對立 或不同的立場 或無感的立場拉過來 是完全行不通的 所以我們自己 我們在做一件事情 本來不應該說拿來宣傳我們的工作 其實我們在做一個叫做 清平台在做一個認識中國的工作坊 那我們在做這件事情 就有人開始冒我們說 什麼時候清平台也墮落了 中國那麼需要認識嗎 他欺負我們都來不及 為什麼要去認識中國 當我看到這樣的言論的時候 我心裡只有兩個字就是 不能罵髒話齁 就是覺得說 天啊 台灣人只是想要去認識中國在發生的事情 開始去思辨 然後去跟人家談說 台灣人在中國的處遇 然後去連結新疆香港 這種他的一個途徑 如果今天你沒有辦法這個事情講清楚 這個社會不去看真實的中國發生什麼事情 或者是說假訊息這樣子 泛濫什麼是破口 做一個個別的人 你就是一個agent 你就是一個我剛剛講的 我一直在講就是說 就是一個行動者 那個破口就在你身上 如果你輕忽人的能力 那這個能力它就不會發生 我今天講的很抽象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因為做那個工作坊 我們影響了一些人 而且也影響了一些高中生 那些高中生告訴我們說 其實它現在在桃園中立的補習班 它的補教老師告訴他們 他們的未來在中國 而且其實台灣已經很多的補教界 早就成為中國代理人了 如果我們沒有做這些事情 有同學在點頭 如果我們沒有做這些事情 我們不知道 可是我們接下來我們還會做 你們可以去清明台網站看我們那個訊息 我不是叫你們參加啦 你們都懂了 如果你身邊對中國還存有 某一些要去 一定要去就學 要去就業的人 還有這種幻想 是家長 是學生 或者是他其實是在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 他需要某一些去了解中國的資訊 請鼓勵他們來參加 我會想要做這個工作坊 其實也來自於我家族的一個情形 是我姐姐的小孩 在有一次我們的聚餐 他告訴我說 那時候他就是哭上著臉 很不情願跟我們一起聚餐 然後我說 某某某怎麼了 他說 他的同學 他最好的幾個同學 有出國的 有去中國去大陸 去大陸念書的 那他是很孤單 他很難過 那我那時候就 他就覺得說 他在待在台灣沒希望了 從我身邊 那麼親的一個親人的小孩 告訴我這些事情 我有多絕望 那時候我跟他說 欸某某某 我來跟你講中國 他說阿姨你不要講了 他說 我們老實說 台灣現在的教育 都是政治過度操弄的 然後我們的教育就是怎麼樣 我們多痛苦 然後我們現在只能這樣子 然後我開始要跟他說 其實不是 你不要跟我講 然後那個時候 我開始有種感覺 我是沒有辦法跟他對話 還是他不信任我 還是他接受的訊息 已經很固定 包含他們喜歡用抖音 包含他們喜歡用看 什麼好 中國好聲音 他們喜歡追劇 他甚至喜歡的歌手 就是中國的歌手 他不敢批評中國 然後他們喜歡玩的線上遊戲 尤其就是那些 就是手遊 也是中國的遊戲 他的弟弟也是這樣說 我都是跟大陸的那個 在玩手遊 不敢批評他 所以我感受到 我們這一代的小孩的那一種 有某一種的自由 可是那個自由裡面 帶有某一種他的 在這個時代裡面 跨越國籍 跨越族群 或跨越一個 邊界的可怕 那個就是我們講的瑞實力 如果你對這樣的事情 是有感的 我覺得要去談 所以我後來 我就開始跟他談說 某某某 我告訴你現在 你知道中國一帶一路嗎 中國的千人計畫嗎 阿姨想要告訴你什麼事情 然後我當他的情緒 環合的時候 我好好跟他講 因為他本來預期 我會想要罵他 會念他 可是當我改變態度 因為我 我一聽的時候 我有點暴怒 請記住 我一聽到他原來的反應的時候 我是暴怒的 可是他有感受到我的改變 我覺得我的暴怒 解決不了他的焦慮 跟他的問題 可是當我改變的時候 他開始願意跟我對話 我今天分享這麼多 是因為大家 對香港的資訊 是充足的 可是我覺得大家 並沒有做好準備 去做溝通 如果今天你們還覺得 自己對香港的事情 是有能力消化 去做一些整理 對中國 對新疆 甚至台灣的事情 做一些整理 自己做一本小小的那個 攻戰攻略手冊 去看一下怎麼溝通 怎麼對話 如果你覺得這個對話 或溝通的能力 是有助於 我們跟一個意見很極端 不同 或沒有辦法 講話的人講上話 有進步 我們現在還至少應該 還有五十多天 我覺得五十多天 把這件事情學起來 它不會浪費你太多的金錢 跟世界 可是這件事情 對我們的一生是重要的 所以我才會說 並不是我是一個 極度的樂觀主義者 而是我知道這件事情 是重要的 而我看到那個改變 對 謝謝 謝謝 去發展強一點的公民社會 然後來弱化 這一個 目前的特區政府 不過現在面對的 更強大的對手 似乎不只是這一個 特區政府 它背後還有這一個 更強大的中國 那我想到的 就我的一個潛見 就是我覺得 目前香港要團結 有幾個 可能需要去解決的問題 第一個當然面對 最直接的是 國家認同的問題 其實台灣也有這個問題 也就是藍絲跟黃絲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 目前就解決 反送中這一個事情來講 就抗爭策略而言 何理非跟勇武 怎麼樣來匯留 其實也是有很大的一個問號 可能勇武派 可能何理非派 肯認勇武派 但他不見得走上街頭 那第三個我覺得 就算是就反對派而言 就是說 馬上接近了這個選舉 即使是泛民派 也有分比較老一輩的 跟年輕一輩的 就我個人 跟這個 一些香港的一些年輕人 來溝通 他們其實不見得支持 老一輩的泛民派 那 我覺得這有幾個 這個問題 那反過來看 我覺得 為什麼中國 目前可能會做到 我們剛才講的 就是魔警 這個襲城 這樣 我覺得這個可能反應 這個 共產黨 或者是 這個 他可能現在已經被認為 是一個極權主義的 就是近來有一些學者 稱中國叫做 數位極權主義 那我覺得反應出來的 中國目前可能有幾個問題 逼得他可能 非這麼做不可 第一個就是說 四中全會之後 中國有很多內鬥的問題 再來就是他 目前有一些經濟的問題 然後他也可能很怕 香港的這個事情 會延燒回 這個至少是廣東 或者是 臨近的這些省份 那 反應出來的可能就是 使用警察濫權的這個方式 來反應他內部的這些問題 那這是我前面的一些意見 那我的問題是就是說 因為我們今天在座的幾位先進 對於NGO的這個經驗 可能是非常的豐富 我想像是 當前香港在需要團結的這個時刻 香港的民間社會 或是NGO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民政目前是 大家看得到的 可能是發起集會遊行 但是對應於台灣過去的那個年代 在可能不見得能夠走上街頭的時候 似乎還是有很多事情可以來做努力 那可能哪一些層面還可以加強 謝謝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請那個 剛剛後面那個 就最後一個問題好不好 我不是問題 但我想要分享我自己來的 我剛剛回應那個 剛剛有提到說 好像這個活動就有八個人按讚 那好像是不是我們不敢表態 那我自己看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馬上就分享出去 我要說的是 我要回饋的是說 有很可能 因為大家都在上班 上學 有工作 我能不能hold住我的時間 今天晚上可以一定來 那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心情 所以不一定是好像表態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我覺得 剛剛提到團結的問題 我覺得 我從六月的運動開始來 一直關注這個事情 我覺得現在已經香港沒有時間 昨天已經到了完全不能忍受的狀態 所以我今天來參加這個活動 有點是來取暖 就是說我們看看 真的我們可以做什麼 然後呢我自己覺得 我們沒有太多時間 可以再去跟別人溝通這些事情了 因為媒體所有的資訊已經這麼多 你如果關心香港 你可以去找到這些訊息 然後我對有連老師剛剛講到的 文明的脆弱非常有感覺 因為我覺得 中國不是一個文明的國家 可是這個國際上面 我們都是一個文明的國家 台灣是一個文明的國家 我們怎麼樣讓國際上 真的能夠有力量介入進去 昨天我已經不用到雪流成河 昨天已經是受不了了 已經進到學校去了 而且對著這些年輕人 第三個我覺得 這批年輕人給我的感覺 他不是在國主的認同這個問題 他是在價值 因為香港曾經有法治 他突然間 反送中的這個條 這個活動出來 他要送中的條例 完全對年輕人沒有辦法忍受 經濟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可以做什麼 讓國際 真的可以進到 進到香港去 因為現在已經 我覺得沒有時間了 然後回頭看台灣也是一樣 我們不用 我們去用經濟 已經被滲透很厲害了 分享到這裡 謝謝 我們請老師再做最後一輪的回應 好 當然我同意 香港的問題 不只是特區政府的問題 所以你強社會弱政府的策略 很可能 並不是最終能夠解決 我覺得這是一中體制的架構問題 所以其實香港人需要一點運氣 需要一點運氣 他需要 就像我說的 他需要內部的團結 然後他需要非常有智慧去建招拆招 同時他需要國際的道德的聲援 然後還需要配合一點運氣 其實中國現在有很多的問題 譬如說那個長江大壩 或者是豬瘟 或者是他的經濟的問題 然後那這些就是 這些問題 只要有一個問題出現 那其實就是中國忙於內政 其實就可能會鬆開對香港的某一些的前置 他們可能會覺得 維持某種和平在現階段是好事 那所以現在問題就是說 你如何讓他們覺得 讓香港具有某種法治 然後就是 修兵和平 會是一件好事 那 這是我的很簡單 對第一個問題的原因 第二個問題我必須要講 就是 何理非跟勇武 其實現在他們是 是 手牽手的 那就是那個 而且 中國 他們認為 他們可以在街頭 有借著逮捕年輕人 然後就是把這個 勇武派 就是通通都抓進監獄裡面去 以後這個 街頭抗爭的問題就解消了 可是後來他發現沒有辦法 原因就是因為 當他在街頭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逼得非常多的 就是 合理非 走上街頭 所以譬如說 你剛剛講到 那個年齡階層的問題 其實 絕大多數的老人 他對國家的認同 他是比較 傾向於認同 一中體制的 跟那個 2015年 那個 學民聯 他們就是 拒絕參與六四 維園集會 他們可能對於 一中的一個觀感 就是一個中國的觀感 跟認同是不一樣的 但你現在發現 就是非常多的老人 就是 都走出來 成為守護孩子聯盟的成員 他們就是 多謝中國 他現在這樣子 沒有法治的 他其實 在某些方面 使得香港的社群更加的凝結了 更加的團結 所以 所以我必須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香港的時候 覺得非常的悲痛 覺得完全沒有辦法忍受 已經到了一個 就是 最低點 我建議 畫一個眼鏡 我建議你 我建議你 畫一個眼鏡 你要注意看 香港的社會 呈現出來的那種 強大的公民社會的力量 對不起 我覺得台灣的公民社會 還沒有走到這個地步 台灣的公民社會 什麼時候走到一個地步說 15、16歲的女生 他成為勇武 然後他知道有女生 被警察抓了 就會被強暴 當男的示威者 告訴他說 你是女的 你走到後面的時候 女生說 我不能夠因為害怕被強暴 而不走到前面去 台灣社會 15、16歲的女生 有這種素質嗎 台灣現在的公民社會 已經發展到 這樣的一個地步 他任何事情都放到 聯燈的討論區上面 無大台討論 然後集體行動 只要出一個香港人日程表 當天就一定會有人出來嗎 你要看 就是看起來在最黑暗的地方 其實有非常頑強的力量 如果香港社會沒有這個力量 他撐不到現在 但你要知道 香港從來就沒有一個政府 他的年輕人從來沒上過軍訓課 但他竟然可以用網球拍 用三角錐 滅火 從來沒有上過軍訓課的人 你可以相信他用的就是教室裡面 香港中文大學教室課桌椅 然後可以使得香港的警察 退後退出二號橋嗎 這個香港警察我已經說過 他是準軍事裝備 他有水炮車 他發射了兩千多顆吹淚彈 你覺得台灣的公民社會 台灣的哪個人 哪個公民社會群體 有能力 哪間大學有能力 他的學生有能力 可以就是阻止這個警察進學校 就是在最黑暗的時候 你看到他們的社會有最堅強的力量 從某個角度來講 我對香港充滿了信心 我相信台灣走七十年走出界隱 我相信按照香港公民社會這種數值 他不需要七十年 而且他們已經說了 他就是一百年都跟你拼嘛 從信仰的角度來講 我願意相信他們必定成功 我告訴你一個 nation 有這種決心 我真的不相信 就是說他對抗的是中國政府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 好 所以我覺得香港明天接下來可以做到哪些事情 第一個我當然覺得 就是我為什麼說 Restorative justice 修復式正義 不要等到之後 好我們打仗都打完了 然後就是 那個我們的取得勝利了以後 我們才來做 No他現在就應該做 他現在就應該要成立他的民間調查委員 他現在就應該成立他的民間正向與和解 的這樣子的一種機制 然後他就可以 所以因為團結才是勝利的關鍵的話 他現在就可以能團結多少人 就團結多少人 他不是跟警察打完 我跟你講 真正打完仗之後 其實就是真正決裂打完仗之後 其實對不起還很難附和 只有你在現在 你使用武力的時候 你都想到 我使用武力完以後 他最後還會是我的同胞 你才會限制你武力的使用 你才會有附和的機會 好 那在基督教信仰裡面 講到正義戰爭理論的時候 就是說 你打仗的時候 你要 你打仗的時候不要一天到晚 心裡想著你要贏 你要心裡想著就是說 你以後如何共存 那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現在就有一些事情是 他可以做 他該做的事情 那我想 最後替香港的 年輕的學生拜託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事情我已經講過了 我現在再講 對於他們來講 他們出門的時候 只有遺書跟覺醒 他所盼望的事情 距離他現在的現實 非常的遙遠 所以就像我們沒有辦法想像 這件事情要如何結束 他們沒有辦法想像 他要的民族 雙普選 然後真普選 怎麼樣子 怎麼樣子可以落實 所以他非常非常需要 就是大家的聲援跟支持 因為我拜託大家 好好投票 好好選出一個 可以真正 站在人道的立場上 關心香港前途的總統出來 你幫香港的最好的方式 就是選出一個好總統 拜託拜託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是選平凡的講幾句話 我想說 真的啦 去脈絡化的理解 跟只會留意同情 很多時候他不需要同情 他需要力量 需要支持 我不是一個悲觀的人 因為 書架上有本書 我推薦大家看 斷壁上的花朵 就是Obi Shark 南非前大法官寫的 因為他來台灣演講 我是與台灣人 我非常幸運 我人生都充滿的幸運 就是會跟這群朋友一起認識 但是我還要講一講說 這兩天的局勢真的是關鍵 因為第一個 這會不會是大鎮壓的起手勢 很多人認為是 很多人認為是 這是大鎮壓的起手勢 所以我們要持續的關注 任何的風吹草動 我們覺得 我們作為這麼接近香港的朋友 我們可以能夠做什麼 我們真的要想一下 第二 我覺得 通過這兩天打 校園 是最錯誤的決定 所以這也是可能 剛才講說 香港團結的一個機會 香港曾經想過 想說過自由 有參加過林榮基的作長 就知道 某個年代 台灣不能賣的書 香港可以賣 中國不能賣的書 香港還可以賣 所以香港是出版最自由的一個地方 但是那個自由已經消失了 但是有一代的香港人 無法忍受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就一起努力的關注香港 然後我想 不好意思 我在最後一件事情 好嗎 我真的一分鐘就好 明天上午十點鐘 在那個 香港代表處 有 對 香港 港辦 台灣的港辦的地點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就是 抗議跟那個 聲援的活動 那如果大家能夠的話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到場聲援 好 謝謝大家